本市府各局處首長及單位主管 新聞媒體 各位小姐 女士 先生 本會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今天是4月27期四 議程為民政部門 秘書處 人事處 政風處 法治處 研考會 民主事務委員會 業務報告及質詢 今天有請假的嗎 沒有 好 現在本席宣布今天的會議正式開始 依據本會議員質詢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業務質詢時間各委員會議員優先第一輪質詢時間均為10分鐘 第二輪則不分委員會 依議員登記順序質詢 該委員會議員之質詢時間為10分鐘 非該委員會議員質詢時間為5分鐘 如該委員會議員於第二輪質詢中到場 主席會讓議員優先於下一位質詢時間為10分鐘 第三輪以後依登記順序每一位議員質詢時間均為10分鐘 各位議員是否同意由 單位首長做業務報告後再進行質詢 那剛剛我們民族事務委員會 他有來特別拜託 他今天下午3點半要舉辦平埔族原住民身份及民族權益延商會議 他說是不是下午3點20分之後 可以讓他請假由副主委代理 是不是徵詢同人同意 好 那同人同意 那下午3點20之後 我們主委可以先離開 然後我們現在由秘書處 人事處 政風處 法治處 研考會 民族事務委員會等首長做業務報告 先由秘書處開始 主席 各位議員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我是秘書處處長吳唐成 在工作報告前先介紹本處的同仁 首先 副處長嚴正彪 總務科科長陳乃怡 聽社管理科科長方翠娟 機要科科長黃炳元 採購企劃管理科科長郎勝負 文書科科長許淑金 以及檔案科科長李士哲 本處成盟各成盟貴會的支持業務得以順利推展 在此代表秘書處向各位議員及先進致上最高的敬意 也感謝這段期間以來 對秘書處業務的一個支持 與不令指教 那往後仍請各位多多指導 接下來進行本處的工作報告 本處自105年9月1號起 至106年本年2月28號指 工作報告詳見 工作報告第一頁至第四頁 在此先就文書 檔案 聽社管理 以及採購企劃這四個面向 來進行相關的一個業務報告 首先在文書管理方面 在去年9月1號至今年2月28號為止 一共協助召開20次的市政會議 以及19次的局處協調會議 同時在這段期間 收發文的部分也收受了 收文48782件 府發文48552件 另外因應本府全面實施公文線上簽合作業 電子來文不再列印紙本 配合以電子交換傳遞公文 大幅提升了行政效率 並達到節能減止的一個目標 本府所屬一二級機關線上的簽合比例 依照填報已經達77.99% 另外本府一化公布欄的作業 自去年6月建制到現在為止 也獲得相當的好評 目前這段期間已經登陸了1,215筆 第二部分在檔案管理部分 自去年9月1日至今年的2月28日子 一共受理了15979件公文歸檔 在檔案開放應用業務方面 為了促進檔案開放應用 依照檔案法相關的規定 每半年會送本府檔案 至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總計在105年11月 輔導了179個機關 並完成了268879筆 檔案目錄會送作業 另外在健全檔案管理制度方面 也榮獲了金檔獎的肯定 去年市府與福島本市 永康區護政事務所 健全檔案管理制度 並首次建送該所 參加國發會檔案管理局 第14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 即獲得全國地方組金檔獎的殊榮 並列選為機關列選為 全國標竿的工作項目 第三個部分 在總務及廳設管理方面 本府持續落實臨時人員 出缺不地補為原則 以有效提升能力運用 截至106年2月底為止 以4款含基金所僱用的實際人數 較核定人數減少45個人 在大樓安全防災計畫方面 制定本府105年雙市政中心 國家防災日系列活動之細部執行計畫 督導各局處進行地震初期 緊急避難及應變之事的宣導 並於年底前整合各項成果 包括去年9月21號辦理雙市政中心 地震網絡的演練活動 以及在去年8月30號至11月10號 一共辦理了16場次的市政中心大樓地震 自衛消防編組演練 一共有1,550個人次參加 在永華及民視市政中心聽涉的硬體方面 也完成了相關的一個 煤激颱風相關的災損工程 另外有關聽涉總務 持續在推動節能減碳的相關措施 包括在去年12月15號召開第17次 節能減碳推動委員會 檢討各機關學校節能減碳的成效 並持續加強節水節電 截至今年2月底 較與前一年同期相比 用電成長0.62% 用水成長-2.24% 用油成長-9.42% 以上資訊供各位議員指教 另外有關於開源節流的方面 活化閒置空間 在空間委外 我們委外經營的包括美髮部、理髮部 以及便利超商、員工餐廳等空間 除了可以利用市府空間公開招租 由民間業者以外 市府也因此有所收益 另外有關活化室友資產的部分 永華市政市長官邸位於中西區 南門路上 在104年4月1號正式委外 至今一共收取了全力金 451萬餘元 另外在採購企劃管理 第四個面向部分 採購企劃管理業務 自去年9月1日起 至今年2月28日 一共辦理了採購專業人員訓練4個班次 採購集合業務 在這段期間 一共集合了本府 及所屬機關學校 採購案件95件 相關的採購缺失也含請 各機關學校確實改善 以提升採購品質及效率 另外在採購申訴審議業務方面 這段期間一共受理了12件案 包括申訴案件5件 調解案件7件 最後在小額採購資訊系統業務方面 為落實青年政策 市長於100年即指示建構小額採購公開透明機制 藉由系統的建制 使本府所屬機關學校採購環境公開透明 截至2月底為止 一共登田的10萬4千筆資料 有效達成採購公開透明的目的 以上的業務報告 敬請各位議員指教 謝謝 謝謝秘書處 那因為還有五個局處要報告 是不是大家把報告的時間精短一點 一個局勢不要超過10分鐘 來下一位人事處處長 許處長 大會主席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各位媒體先進 大家早安大家好 首先要感謝各位議員 對人事業務的一個支持 讓人事業務能夠在各面向上展現一個良好的一個績效 本人在此代表全體人事夥伴 向在座的意作表達最高的敬意跟協議 我們會持續以積極的態度來讓人事業務不斷精進 再竄加基 那在報告之前 容我先介紹我們的一個幹部 第一位是我們的副處長陳隆雄 接續是我們的企劃科科長邱文智 接續是我們的人力科科長武惠豬 接續是我們的考信科科長陳敏金 接續是我們的基議科科長中環安 接續是我們的公務人力發展中心主任鄭傑鴻 接著我來做我們人事處的一個工作報告 那書面報告在我們的第五頁到第九頁 進行各位議員參與 那以下我分為幾點來進行報告 第一點就是本府在人力資源管理的面向上 展現了一個良好的一個績效 共獲得八項的一個獎項 第一項獎項 本府為全國第一個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獲得勞動部主辦支公國家人才發展獎的一個 機關團體獎的一個榮譽 那第二個獎項是我們101年到105年 連續五年產聯人才發展管理品質系統TTQS的一個平和 獲得企業版跟信念機構版兩項的一個金牌獎勵 第三個獎項是我們在推動員工協助方案的成果 獲評中在中央評審的過程裡面 我們得到了一個全國最佳的一個特優獎的成績 第四個獎項是我們參加了 第八屆台灣健康城市 即高齡友善城市的獎項的評選 獲得呢 創新成果心理獎 第五個獎項是在公務人力專輸閱讀的部分 落實了我們蘇鄉大台南的一個目標 榮獲我們國家文官協宴在105年 閱讀推廣GU機關競賽的第一名 第六個獎項是公教員工在資工參與服務的部分 在中央評選為GU單位 那第七個獎項是我們整體的一個人事業務績效 在中央評選為優良的一個單位 那第八個獎項是在性別主流化的一個業務的推展 獲得呢 中央評和為夾登獎 那第二個大部分 我們承辦的國家考試 台南考期事務工作 服務在地考生 那這一段期間呢 我們大概總共呢服務了將近1萬個人 那讓在地的子弟免以奔波其他考區 大大的節省他們的支出 也提高了到考力跟錄取力 第三部分秉持用人為才 責U臨用四任人才 在這段期間一共外埔了10個人 內生95個人 那在人才優質化貫徹考試用人的部分 我們提供更多的職缺 讓有志來服務公子的這個市民呢 能夠參與這樣的一個考試 我們這段期間總共提供了128個職缺 讓我們的人力更年輕化優質化 第五在落實保障身心障礙 跟原住民工作權的部分 我們超標來禁用四列人員 第六個部分獎勵 獎勵太累樹立楷模整次辦公紀例 這段期間我們有87個同仁獲得記憶大功 那也表揚了10位的模範公務員 那在拆勤管理方面 我們也做了39個機關的一個查勤 那第七個部分 執行公務人力培訓計畫 優化公務人力 那這段期間我們辦了77個班別的實體課程 160門的一個世衛課程 那我們也建立了一個分享機制 那在實體課程部分 有12個機關分享了12個門的一個課程 那在研工英語域的部分 我們截至目前為止 研工通過英語執檢的人數達到4657個人 第八個部分 省慎規劃 符合退休人力的一個應用機制 讓我們的退休機制 能夠順利來運作 人力能夠更優質化 第九 積極推動人事業務執行化 創造高效能的一個服務 我們嚴格要求人事資料建立 必須做到完整整確 確保人事資料庫的一個心盈 能夠讓我們加持的加以應用 第十呢 倡導多元的一個文康休閒活動 疏解員工工作壓力 我們這段期間辦了週球賽 歌唱比賽 未分聯誼 公教美展等等 同時也讓我們的員工組成了文康 一個社團 在工作之餘呢 能夠調劑新生 以上請要報告 敬祝呢 各位一座 身體健康 平安喜樂 謝謝 謝謝許處長 下一位 政風處 林處長 大會主席 各位議員先進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照 感謝各位 預作長期以來 對本次業務的主持 與指導 讓本處業務在推動的時候 能更加的順利 本人在此表達萬分的感謝之意 並懇請各位議員先進 不令再繼續給我們指導跟鞭策 在工作報告之前 容偶先介紹本處同仁 第一位是我們副處長李鐵橋 第二位 第二位是醫房科科長何勝輝 第三位是行政科長黃新年 第四位是查處科科長何建廷 政風處的報告資料 在書面的第十一頁到十四頁 以下有檢究災要的報告 第一部分有關政風預防疫業務部分 那召開聯政會報 結合行政力量 貫徹執行聯政工作 那本期內督導所使的政風機構 共辦理聯政會報有三十八案 只能結合各單位的 黃碳樹碳能量 發揮統合的功能 那在本府的部分 我們在今年的五月 就五月五號會辦理一百零六年的 第一次的聯政會報 第二部分 針對高風險業務 建立黃吼搶機制 編鑽聯政研究 那針對高風險的業務 會深入分析問題還有增結 延期可能發生的風險成因 印尼的相關的黃币座委 那在一百零五年度 那大概有本府的財稅局環保局 還有警察局等等完成七篇的 聯政研究與民意調查 第三部分建構行政透明公務環境 推動內部的風險控制部分 那民會針對特定業務主題 透過各項聯政作為 讓行政程序公開透明 使民眾意義了解公務的推動情形 那避免引發黑箱作業的物質 那在本期內 也督導所屬的同仁完成 本府的一百零五年度回饋金專案 透明專案 還有聯政細工等等 那第四部分 實施業務集合改進作業流程 建立預警制度方面 督導所使徵風機構完成道路 側溝的輕衣 特定行業公共安全管理業務的聯合集查 還有區公所入燈新設計維護 等二十二項的專案集合 那針對集合中所發現的問題 我們也會再召開相關的檢討側進作為 以請業務單位作為改善 另部分會要求 所使徵風機構在辦理相關的採購監辦 的時候所發現的問題或受理民眾檢舉 發現的問題能適時的採取疫情的防範作為 其實公務人員都能依法行政避免單位公堂 那第五部分在建權採購制度部分 在這一段時間 政風單位在相關的採購匯稿還有事後的查核 並匯統兼辦的開標驗收 那本期內共辦理有2574件次 那為了維護工程品質 確保採購的效應 那在本府本處也會同本府的工程查核實施 相關的查核有21案 第六在落實執行陽光法案的部分 那今年度我們對去年105點所使機關學校 辦理財產申報的 計有2614位在今年的2月24號辦理抽籤 那名依法部的規定辦理14%來辦理抽籤 辦理實質審刊 第七辦理反貪及政風法令先導方面 那辦理企業誠信做談會 邀請企業廠商還有勞工團體議會 先導企業社會責任提升法制觀念 並融入聯政議題 促進落實誠信經營 那本期內本府的勞工級、精華級、衛生級等等 也辦理三場次 第八落實防灘登陸及表揚司機人員部分 那都統所使政工機構受理聯政倫理事項的登陸 本期既辦理338案 那另外一部分 並對於105年優良聯冷市機人員 那在本期的折憂有8人候選 那在7年的10月19號 由市長在市政會議公開表揚 第九 跨越行政結合行政司法的資源 推動基層雜根連政工程 那本府與台南地檢署合辦 基層雜根連政工程計畫 其最有行政與司法跨越的合作 加強基層公務人員的連政法制觀念 那另外一部分 本府的衛生、民政、社會等等 有6的機關已經辦理6場次 第10 推動理順專案 建構優良的採購文化部分 那這由雙向溝通意見交流的方式 凝聚提升採購品質 並保障得標廠商在沒有不當的壓力干預下 來進行履約 使合法的廠商其能 其能完成在整個 使合法的廠商機能能去履約順利 第11部分 推動連政系工 落實市長青年勤政的施政理念 那邀請本府各機關內的科長層級以上的人員 及本府連政會報的外聘委員 共同研討各機關曾經發生過 或各機關未來可能會發生的一些弊端類型 採取預防的措施 那以談話會的方式 這由大家能力激盪來議擬相關的疫情效應 那在這段時間有本府警察局 公務局文化局等等辦理三場次 那另外在7年的10月3號 我們以國立成功大選辦理2016 開放政府連能治理的研討會 那在會中也邀請本府的研討會 還有法務部連政署國立成功大選還有台灣透明指資等 相關的學者專家共同探討 開放政府與連能治理的當今重要議題 那第二部分有關政風處的政風行政業務方面 第一就善用跨越的橫向通報機制 瞭解民意需求及掌握成情動態 那積極獨討所屬的政風機構 對於本府各項的災害 還有人為的西域破壞 陳前請願等重大集要的情資能財 互視的通報 及時的承報機關所長 並協調相關的機關能投善的處理 採取必要的因應作為 那在本期即辦理35案 第二部分是強化公務機密維護 落實生命防範的機制 那在今年的去年的10月26號 舉辦本府各機關學校106年第一次的約聘雇人員 臨時人員的公開針線 那政風處在執行所有的抽籤工程 過程跟前程的採取錄音錄影 及相關的保密作為 以保障民眾報考的潛力 維護本府青年形象 第三部分是政風查處業務 那本期本處處理 曾請檢舉的案件有352件 行政處理 航轉前者機關的有178案 曾請這案有174案 最後祝福各位議員先進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大會圓滿成功 謝謝 謝謝林處長 下一位法治處處長王處長 主題各位議員先進 請各位致敏 本人為法治處處長 本人為法治處處處長 今天將議會進行 本處的105年度的工作報告 那時間至105年9月1號到106年的2月28號 那請各位議員先進 兩月出面的報告 第15頁到19頁 那在報告之前 請容我介紹本處的成員 第一位是我們的專門委員 朱瑞銀主委員 第二位是我們的行政就地科的科長 第三位是我們的法規整育科的科長 葉安靖葉科長 第三位是我們的法治行政科的科長 第三位是我們的法治行政科的科長 政科長 三伯勤政科長 第三位是我們的教保官制的主任教保官 楊存元 楊主任 那在 謝謝 各位 榮我在進行報告之前 先介紹我們本處的成員 那本人就我們本處的工作報告做一個災要的報告 那也請各位議員監禁指導 本處的工作報告分為國家賠償 法制行政 法規整域 交費者保護及辦理研討 法制獎集等六大業務面將 那我們就這些業務我們做一個檢要的報告 詳細的內容就請各位議員監禁參照書面資料的第15頁到第19頁 旅家則要報告 第一個在國家賠償業務方面 粉浦總共授與了國家賠償案件一件 各機關學校累計授與國家賠償案件共80件 節育賠償金額致值1萬870億元 另外請求全人將法院提出請求償的部分 經過法院的判決確定 93件 那賠償金額共據251萬7451元 那我們在注重過程中透過和解方式和解 而達到的賠償金額是4萬6829元 那在第二項法制行政業務方面 本處結束本府及卓主機關法制語役等會簽案件 共計有258件 參與相關會議我們共計有145場 我們本處都能提供獎子的法律意見 提供各業務承辦機關及單位來參佐 在第三個住院案件部分 本處咒語的住院共有163件 那我們以統計跟分題來講 我們發現說環保類似有自主件是最多的案件 另外我們整結了128件 撤交員處分或者是撤交後請員處分機關 認為自法的處分共有9件 在自治降法規整理業務上面 我們本處結束糾正的自治條例5案 自治規則共25案 行政規則共提指5案 總共有105案 那至於廢職跟或者停職指用的有5案 那第五個交廢者保護自建爭域處理的業務方面 首先第一個我們咒語交費增助案件共有1329件 合育解決交費增育事件共有602件 達成率為自治5% 第二點咒語交費增育調解案件共有298件 而在調解過程裡面 讓組成專方和解成率的有161件 和解的達成率有高達50% 第三點主動查核 第三點主動查核重大民政證譽 交費增育案件及交費廠 廠左右有9個案子 其中食品安全聯合基查有3個案子 查核9家食品業者 另外我們也進行了 交費者保護業務的宣導活動有這個場制 與提供交費者及企業經營者有正確的交費 保護業務的宣導活動有這個場制 與提供交費者及企業經營者有正確的交費 保護的理念 期待能避免交費糾紛的產生 在第六個研討會及法治獎集的業務上面 第一點我們去年有舉辦了2016年 台南市政府法治及人權法學研討會 舉辦時間是在105年的11月25號 我們甲成功大學這個場地來舉辦 我們在這個研討會裡面我們有邀請了 台南地檢組的張檢察長文正 成功大學的哲科院院長 舉院長御典 還有由我們本處的前處長焦處長 來擔任各場制的組織人 該研討會中並有中正大學成功大學高雄大學梗 等南部一流大學的法律學者發表清闢的論文 並且跟我們職務界產生激盪的對話 在交換職務跟學助之間的一些意見 與若子本府長期以來與人為本的執政本職 而該場制參與的人制達到250人制 第二點舉辦交配者保護獎集的部分 在105年9月12號我們邀請行政院交保處 以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財安分局 來講述新郵政的交配者保護法的介紹 以及案例的分居 還有商品檢驗的介紹及檢驗的職務 參加的人數共有102人 與有教其中同仁在伴侶交費者保護業務的品質 以上的報告請預言指教 也借節預言這長期來對本處的指導跟關金 如有不周之處也請預言多多指導 謝謝 謝謝王處長 下一位營考會主委 趙主委 大會主席還有我們各位議員先進 演考會就105年9月到106年2月的工作報告 來向大會做一些說明 那在說明之前我也跟大會介紹一下 演考會重要的一些幹部 那第一位是我們副主委謝正義 第二位是中規科的王朱環科長 第三位是廣考科的黃毅文科長 第四位是我們資訊中心的林毅壯主任 那謝謝議會還有各位議員先進 長期以來對演考會的支持 我們在各項業務裡面也都有一些掌握跟成果 那就以下的部分 我們在工作報告的第21頁跟第27頁 來摘要的向各位議員先進做口頭的一個說明 那中規延展的一個業務部分 我們大概有邊省年度的施政計畫 來測定我們市政發展的一個方向 那已經完成本府106年到109年中程施政計畫的編定 並且在105年的9月7號已經分行各局處聚以實施 另外在推行研究發展促進行政革新的部分 包括我們在審核出國的報告 那依照規定必須在三個月內向研考會提送出國的報告書 那在105年9月到106年的2月28號已經繳交報告 並公開於台南市政府公務出國報告網站的總計有12案 另外開登市府的公報以電子形式來發行為主 那到105年9月到102年的2月底 數量大概有419件 那提升服務品質加強衛民服務的措施 我們持續辦理199的市民服務專線 那畫物中心的人員由專業的客服公司 來提供優質的畫物服務 105年9月到106年的2月底 1999的市民服務熱線處理的畫物量 總計有131,308通 那建置了1999的案件視覺化的網頁 可以讓市民充分理解我們在派工統計的一些資訊 並且持續強化我們Open1999的一些業務 那1999的主題網也公開了24274件的派工案件 另外我們在執行Open1999的計畫裡面 也榮獲今年2017年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的肯定 那參獎的部分跟提升服務品質 在105年規劃福島參獎計畫福島建送的機關 有包括經發局、社會局、衛生局等三個機關 以專案的方式參加服務規劃機關的競賽 另外上化區公所、安定區公所、南營科學教育館、 永康地震及山上衛生所等五個機關 參加第一線服務機關 總計有八個機關代表台南市政府參加第九屆的政府服務品質獎 再來受理人民陳情案件的統計 我們到106年的2月28號總計受理了66,693的案件 那在聯合服務中心臨貴服務幾千多人次 檢疫諮詢有八千多人次 那消費諮詢有兩千多人次 其他大概有一千八百多人次 那明治服務中心的臨貴大概有三萬多人次 其中有地震業務的部分有佔一萬五千七百四十人次 一般性的服務一萬四千多人次 志工服務兩千多人次 那其他一千八百多人次 那另外在強化優質雙語的環境 提升國際化的生活服務 我們到二月底受理外籍人士諮詢的服務 大概有二十多人次 那另外也在網頁的外文心訊有增加了九十餘折 那有效運用外語替代意的資源 也提供了四十餘小時的服務時間 來提供學童輔導他公益的一些活動 另外會編本府的大事記 那另外推動本府開放政府的公民參與 那在去年我們有舉行了 新市政中心的開放決策的論壇 那將近有兩百多位的公民 進行有公民審議的模式 然後來產生一組跟指標條件最相符的地點 那將來我們大概透過都發局 對於這三個地點的一些細部規劃 再來做後續的一些說明會的一個推展 另外新市政中心也開放決策 也加入了青年學子的論壇 這是在105年10月19號跟台南一雙合辦 那涵蓋了我們大台南地區各高中職學校的學生 大概有近百位的學生來參與 那另外我們也舉辦了自己的城市自己設計的真文比賽 那在這個對本市的未來願景的想像 讓這些高中青年能夠提供他們的意見 對下一個城市的下一個世代裡面提供他們想像中的一些城市的規劃 那我們大概在105年的12月24號舉行頒獎典禮 挑選出特優1名優等2名跟加座3名 那入選有6名 另外在管制考核的業務 我們也落實了市政指示的一些執行績效 列管追蹤市政會議的一些指示事項 另外配合中央政府建立的政府出版管理 促進政府出版品的普及流通 總計大概有45項的出版品申辦 在市政計畫工程重點的部分呢 我們也召開市政計畫的重點選項管理方式 另外本府重大公共工程推動匯報 那也依照實程來辦理檢討的成效 在針對中央跟地方一般性補助款的執行管制 我們針對這個105年度的基本設施 共173項的標案 我們也是按月上這個線上列管 執行它的一個考核進度 那在資訊業務的部分 包括資料的開放 還有我們開放的平台 在書面上面大概到 106年2月底 我們大概完成635項的資料 及3000多筆的資料上架 那到2月底的話 我們在這幾個月裡面 大概有39萬多的瀏覽人次 那總計從平台的開放 到現在有200多萬人次 那另外推動數位的發展 我們也是全台灣第一個 以政府為主導成立的Faber Lab 跟Cold Working Space 那在藍門路也有持續服育了 56組的團隊 另外有舉辦了南創競賽 南創學員等一些團體的進駐 另外在無線寬屏的部分 大概議會先進都有提到 這無線寬屏為民服務的一些 據點的一些設施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有1420點 可以提供免費的無線上網服務 那包括行政機關有86處 文藝機關有50處 觀光景點22處 熱門商圈7處 另外社區關懷據點55處 那加上交通局執行4G專案的設置熱點 大概有1200處 那其他的在推動資訊安全管理的部分 也請那個議員先進參與 我們在各個演練的一些成果 那在推動民眾上網計畫的部分 我們大概有推動了在中高齡以上的 市民跟新住民的一些上網訓練課程 那有開班了150班 3000人以上每人3小時的 電腦教育訓練課程 那也持續推動我們智慧城市的一些發展 在去年我們參加國際智慧城市論壇 ICF的一個競賽 我們獲選為全球21智慧城市 Smart21這樣子的名次 那在400多個參與的城市裡面脫穎而出 那非常感謝議會先進 還有大會對於研考會各項業務的支持 那以上是研考會這一次的一個工作報告 謝謝 謝謝趙主委 下一位民族事務委員會主委 王主委 大會主席各位議員先進 民族事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首先我來介紹本會的團隊 依系我們的民委會的副主任委員 中立菊 我們研明科的科長潘中庸 我們客家科科長簡立林 中和規劃科的陳子晴科長 他成門各位議員對本會民族事務工作的指導 以支持 使本會各項業務得以順利推長 僅代表本會前提同仁至上誠摯的敬意 以卸議 接下來就本會 所推動的四個業務面向 提出二要的報告 詳細的書面資料 在29月到35月 總和規劃業務面向 一、辦理多元文化方案嚴厲 及教育推廣 也辦理了族群主流化的沿襲 族群主流政策理念的講座 以及轉型正義的論壇 來賠利多元族群文化的思維 二、積極強化市政行銷 定期發行民主風情電子報 每週提供電台公益頻道 辦理活動的脫波 建制本會官方線上計時提供信息 來達到醫化市政服務的效能 第三、第二官方語的計畫 每週二辦理英語共邪 拍攝西拉雅英語小特使專輯影片 並由佐鎮、口碑等四所國小 來結合本市西拉雅文化節的活動 以英語介紹西拉雅文化 讓西拉雅文化走向國際 在西拉雅業務的面向 一、我們更細推動西拉雅的證明 在行政院10月7日 同意以修正原住民身份法的方式 認定為平譜原住民 並將盤點檢討相關法規 形式給予應有的權利 建議政府已對西拉雅原住民身份 做了明確的肯認跟上意 所以我們以 延民會向最高行政法院 臣民合意停止訴訟 另外截至今年4月6日 助記西拉雅首登記 共2164人 2、積極附贈西拉雅主義工作 將西拉雅語言納入正式教育系統 以西拉雅原鄉13所小學實施 去年12月1日起 佐政大內新化等六個地區 推動西拉雅語公車波音系統 第三、辦理西拉雅獎助協經 已經補助143人 四、展現西拉雅的文化魅力 辦理第五屆台南市 地丁阿走讀西拉雅文化節 以走讀西拉雅為旅行 西拉雅書長音樂主題日及文化市集 專題講座等為主軸規劃的內容 邀請西拉雅原住民客家族群 共同參與促進族群的交流 傳揚西拉雅文化 並重建庫巴國洛部落計畫 我們協助了18個西拉雅的地方組織 營造既落文化保存以及人才的賠利 福島白水溪等既落獲得文化部經費的補助 我們也反視了豐德社區 並發展在地族群文化的認同 並評估既落特色經濟產業的發展 在平埔活力計畫方面 我們輔導了六重西等五個既落 獲得中央的平埔活力計畫的經費 並協助他們獲得甲等的佳績肯定 我們也扶植業績及傳統碎石技術 補助西拉雅吉貝紗等八個部落 持續的辦理文化技術等活動 在原住民業務的面向 一 促進都市原住民民主教育的發展 我們補助原住民幼兒就讀幼兒園的學員有四百名 可發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有三百四十名 推廣原住民族羽與培訓 辦理原住民族羽教室有六個班 我們也推動14所幼兒園 辦理多元文化教育的學習計畫 共七百四十九位幼兒的參與以及學習 建構原住民的知識學習體系 開辦原住民的扎哈木部落大學 共二十四門課程 計兩百七十九名學員的參與 第二 在推展原住民文化方面 我們辦理了扎哈木生活節 扎哈木業務生根計畫 以及扎哈木的四級 生根生根聯合成果展五產次 共八千人次 行銷本市原住民的文章產品 提升原住民微型產業經濟 第三 活化原住民文化會館 原住民文化會館以及文物的展覽 在105年度展覽延續活動 共合計258產市 共五萬多人參與 第四 建構原住民在衛生保健及社會安全 我們在原住民疾難救助的部分 共二十六人 福島為債保及家保一百二十七人 家保力達百分之九十四點四 我們也僱用了六名的關懷員 來反視原住民五百二十七個家戶 並且引進各市民間的資源 包括募集上皇以及物資 來協助轉送弱勢的族人來為他們服務 第五 扶植原住民在經濟事業的發展 我們協助族人創業發展等各項貸款 也追蹤福島九十七件 生貸三十三件 辦理原住民的創業行銷座堂 我們有兩產市 第六 促進原住民的職能發展 推薦原住民就業級參加職業訓練每合成功六十四人 先導活動九產市 獎勵原住民取得技術證照六十人次 在客家業務的方面面向 第一 振興客家文化 我們辦理手工藝 業器 說唱藏藝術等五門的課程 客家產業延期三場 兩次的實地參返 為勤仁德大灣等三所國小辦理客家師傳席 復興國小辦理布馬進城的計畫 從小培養客家傳統技藝人才 為活絡廣社的經營 鼓勵學校團體參訪 共計三萬五千多人次 我們也辦理客家 即原住民美食等動態的活動 共七產次 予一萬七千多人次的參與 我們也辦理了四場議場客家 年度展覽等靜態的活動 也有將近七千人次的參與 客家社團的創新育成 我們特別也輔助了我們本市客家社團 推展傳承客家活動 也辦理了陸桃陽江家聚落駐地工作站的計畫 協助聚落李整宜肯的脈絡 從事客家認同與自信 第二 在推廣客家語言方面 我們辦理了生活客語研習班等五班 共計一百零八人 辦理客家戲劇語言歌謠文學 新傳真能研習共四班 辦理科以新傳師學習共二十三班 傳承強化師資專業智能 以上做檢要的業務報告盡請指導 最後祝各位議員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祝大會圓滿成功 自由區塊是滿身受的 謝謝汪處長 來 現在由我們登記第一輪發言的 我們蔡議會蔡議員請發言十分鐘 我先請教我們鄭翁處長 處長 我們鄭翁處設立的目的是什麼 你在市政府裡面設立的目的是什麼 鄭翁處大概就在整個 就有關政風業務方面的 一個就是樹灘 一個是防灘 那另外部分有部分的是在公務機密 還有安全維護方面 好 我 這民意代表這麼久 是 我我覺得鄭翁處的公令 我一定認為公令不大 因為我們議會對面這個公民動中心 要接拍前我告訴你 給你建議 給你議員 結果順便會接拍出來 除了你也不夠公佈 你會不夠公佈 我有問題 我們是沒有認同 現在就給你議員 剛才會議員 你會說 你們不要取消 我們要做 剛才會議員 我們要做 這個公民 你怕我們要不公佈 甚至這市民 這部分大概議員當時交辦的時候 是你提供給的嘛 我沒有討好 這部分跟演報 你加上地檢署沒有啦 查看什麼也沒有啦 這部分我跟演報講大概 沒關係啦 體三者歐山 我跟民家講菜尾檢記 你不加上地檢署 不然你政風處是要撈什麼啦 是政風處假要送地檢署的 大概 我我檢記的這樣不行嗎 不敢 我我覺得政風處屬先預防 我反映你也跟主管機關 不然你也記得市長說 的機關 自政、利利、政機都差了 屬實 這個董事林來 還覺得 做林省委員合理不合理 換一個人就跟我做事啊 公民是就不指引嘛 所以我很多事情我聽很多啦 不然政機我不會跟你檢記啦 我跟二級的說 有政機嗎 這有6英啊 6英啊 我敢跟你檢記你不敢上地檢署查看 沒事情就沒事情啊 我 我除了你不敢上地檢署查看 跟議員報告 好啦好啦主張喔 你不敢做啦 大概他是用處餐法 我知道啦 大概有相關的規定 好啦 有關評審委員 評審委員部分喔 大概在查一陣部的處餐司 他整個都有公告 整個都有 在網路上面 都可以查出來 撲幾分查出來 幾分目前沒有就是 但是沒有他沒有一個單一委員他打擊 好啦我知道啦 所有分數有 很多聽起來齁 我要公佩啦 齁 吼 吼 吼 我講過了 自己講過了 您剛才在一起 我們整個地方 我們剛才在搞了 民主要我們市場不夠啦 買出一個整個地方 民主要基礎用地沒有改變給我們以前 不行啦 不能讓它建設輸掉 現在去那裡賺到那裡 要死了啦 田律政府出財有這樣做嗎 你們差在哪裡啦 你們在台南西方很失望啦 出財怎麼會不會打 跟委員外勞沒有 你如果第一次查我不要 和這個人不敢 你整個時候在一起 整個時候要做什麼 你如果我查出閉案 我也不敢相信啦 我要講這個 首先 好啦 出財你不敢不敢我自己會說啦 我就說 沒辦法 我跟他講你不敢做啦 你整個時候留在一起說什麼 對不對 好啦 好啦 不要說啦 不敢說啦 我也沒辦法理不敢做 行政環就是你們的啦 這個好處都坐啦 我們法治 要緊張啦 新郎 這兩次議會 美術館的館長 所有要練習議會 八卦不是我雕然 因為我看見我問問的 全部都市長出的齁 行政法人 可以要求我們的機會 不是我雕然 你的運作 丹鑑書也不出錢啦 啊 不可能叫我做丹鑑書 丹鑑書都他們 我們行政環議會 國民都沒有那麼雕然嘛 我都叫成立的書館 導賬到20億 當然總共有報酬啦 啊 以後 其中一年要變三億 你的專業 議會 可以要求他來議會 不是我雕然啦齁 你要做什麼來講 講一下大家議員 聽一下嘛齁 比方說 我們行政法人 現在當市長也選出來了齁 館長也選出來了 可以要求賣啦 你的專業辦團 可以賣啦 沒關係你再想問 你行政 不知道你 我說 可能台語 你聽不懂還是我說相見的那樣啦 美術館 行政法人 官長 可以來議會賣啦 好 講到八 現在他選他的錢 五十八以上是錢 我出的 可以叫他來賣啦 昨天我講台語 你聽不懂 你跟我講一下 我講國語老風老風 今天 不能給你摸他啦齁 我如果王家鎮在講 就 你聽到 我講台語齁 放你聽到不懂嗎 今天沒有人來 做我們兩個而已 可以問得到 跟問得到 你聽到 我有什麼樣的 我對 你聽到哪一種 我現在 可能要這樣 我們再講 不懂 你應該要講 我 你跟我講 我還在講 這 我又來議會賣啦 呃 你也不知道辦法這麼研究 跟議員報告 按照我們的那個台南市美術館的設置自治條例 東聯啊 的第三支橋的規定 怎麼你說 當然就是美術館館長 是 台南市議會可以要求先出機關 會再從美術館館長跟將官主管來議會報告 對阿 不過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的業務應該是屬於文化體的業務 啊就看兩位議員 國務優勢你不保證 稍微看一個 一個王家鄭要叫他來 一個立委員說叫他不來 啊我們 是這樣說這個 我實在不太刁難啦齁 啊你問你看要叫他來 可以不可以問兩個 不跟立委員叫王家鄭去學派 一個公安來一個 我問你發住宿 我可以來賣 你問你發你的根據 你不知道辦法研究 我又問別人啦 齁 好不好 可以嗎 還是你現在回答 因為現在沒有人 我們兩個可以說很久喔 齁 像現在也可以 我們演議演奧 不要說議會都沒有人來講 齁 怎麼樣 那個 報告議員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請農本處 回去 以出面 你做的條例 你做的條例就什麼 應 議會 可以要求來 不要怎樣 不要跟所有情緒 你不跟他講清楚你啦 沒有 這個部分 齁 我們還是請那個 我們剛剛已經有跟議員報告過了 這是有位和製 美助館 館長 你已經叫了啦 齁 當時要跟他回答 跟議會 回答這個 你如果不知道要叫你們總部議員 我跟他來講 沒關係 你做理事會可能 比較不了解 了解 報告議員 我們一個禮拜內 你出面跟你回答 你剛才跟他講英 英議會要求他可以來啊 你不是這樣 不是你幹嘛 齁 沒有啦 這是這樣啦 沒關係啦齁 出 我們新人你開來門給你問齁 還不行啦齁 這個電視專門 你知道你是法主處長 我看不算 沒關係齁 不會跟他調籃啦 議會 很和諧 議會我們在這裡問前齁 電視專門 我們也不會跟你說的 不能跟他講 老闆說 說得不好 我們跟他影響到我們的姓氏 我們也不會啦齁 你若不是有局長說 我找你麻煩 齁 市長你不用緊張啦 我告訴你騎騎 不用騎 議會大家現在議員 你最準 那種適當的層次齁 要動算什麼 我運作內容也會拿出來問一下 不會說這樣 我不會跟你調籃 讓你覺得 找你的麻煩 我覺得不會啦齁 你若不要 不要說稍早 蓋上去做一個 蓋上去 你會不會說 蓋上去幫你 蓋上去做理事 你就會睡覺啦齁 我不要給你睡覺 好嗎 一禮拜 研究好了齁 不要管我把你調籃齁 好啦 我的時間把我每個適當的時間 我幫你按第二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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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家貞王議員 沒有按號嗎 來 處長 我刁難你 來 起立 處長 這個是 是怎麼樣 是要視線還是怎麼樣 不好意思齁 本會同仁說一個禮拜 為什麼需要一個禮拜啊 你剛念的不是清清楚楚嗎 當然應該要立會備詢 你知道有一個人還蠻紅的 叫做韓國瑜 本來我也不太搞得清楚 原來他是北農的總經理 不是也是一樣進台北市議會 備詢嗎 所以我的意思說 處長 沒有什麼刁難不刁難 你剛剛按照你手邊有的法律規範 已經回答了本會 當然可以進會 當然應該要備詢 如果我們提出要求的話 就一如很多 台南市政府的副手單位 他們不見得坐在現場 可是如果本會對他們的業務 對他們的相關事項有意見 怎麼可以不認真質詢 不了解清楚呢 所以處長 是 我說過沒有什麼刁不刁難問題 你就告訴我們 你剛剛念的那個意思 你剛剛念的那個意思 是不是就應該進來 如果本會提出要求 是不是 那個報告議員 請容我把自治條率 第三指條第二項 全文念完好嗎 好 那我念完之後 我再就法條來跟妳報告 好 請說 第三指條第二項的規定是 前將年度計較評鑑報告 應由建築地關交分析報告 眾財南市議會被查 那財南市議會應要求 建築地關首長率從本館 就是美術館的館長 與將關主管是財南市議會報告 要引應狀況局備情 不過如果 如果到三指條第二項的規定 因為他第二項的規定 前面有講一個 前將的年度計較報告 也就是說 美術館的館長 至少要在到任之後 而且美術館要引應到一個 於盡的時間 然後有一定的年度 有計較報告之後 什麼叫做一定的時間 一定的年度 我們認為 需要了解美術館 他要如何的運作 如何的幫南美館 這個弄得近月遠來 發揚光大 我們不可以請他進來嗎 什麼叫做 他要來上任 他是怎樣 是文化局長爽就好了嗎 我們台南市議會不需要知道嗎 台南市民不需要知道嗎 你不用念了 來 你請坐 那研考會 我跟您請教一下 我老師也搞不太清楚 所以我還是需要 藉這個機會了解一下 那個叫做兩岸小組是吧 來 現在是叫做四月 從去年到現在開過幾次會 我們在上一次跟 是 那是去年了 對對對 文議員報告過之後 我們大概有一些委員 因為他出任其他的單位 我們有重新聘任 那因為今年看起來應該是 除非說在我們的條例上面 召集人認為有特別需要召開 我們才會再召開 所以 也就是這個單位 事實上是名存實亡 事實上來講 從開始有這個單位 也差不多是名存實亡 那現在 配合蔡英文的沒有 所謂的沒有九二共識 賴市長當然更樂意追尋 你是不是能夠告訴台南市民 我們沒有了這個單位 我們乾脆不要在你的書面文字上 或者你所謂的市政府的相關的 一個行政架構裡面 把這個單位放在那邊 何必呢 就勇敢的承認就沒有他了嘛 你是不是願意這樣子回應本會 是不是就已經名存實亡了 也不應該說他是名存實亡 像上次那個王議員有特別關心 有關於那個施木魚 等那些事實上 我們也是在會裡面有做一些討論 所以應該是說重大事件的時候來召開 相對應來講 他這個機制 因為他是委員會的型態 所以機制上面來說 他還是必須要存在 來 主委 也就是說 如果有事件發生的話 如果有事件發生的話 這個單位就可以有功能 意思是這樣嗎 應該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假設我們今天有一些 有關於台南市 尤其是對於兩岸關係 或者是我們有一些經貿往來的部分 發生了一些狀況 或者是發生了一些市政府應該召開 這個委員會去處理的 因為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有15位 那除了學界以外 大概市府的比較重要的 跟中國那邊有一些經貿往來的局處 也都在裡面 主委 今天你們不要拿這些 所謂文字上 來搪塞 我要問的是說 他有沒有功能 譬如說上一次的施木魚事件 他有沒有發揮 他應該要替農民解困 了解 為什麼農民 因因盼望的契作能夠繼續 而我們的市政府無法使力 如果你們覺得因應 整個政府換黨換人做的大勢所趨 我們不要這一塊了 你們也應該讓農民死了心 從此不用再一忙 但是你們說你們內部開了會 開了會 然後呢 今天你們開很多會 可是會 會而不決 決而不易 易而不行動 你們開那個會是怎樣 大家領出席費還是怎麼樣 我不清楚 所以主委 我的意思是今天要請教你 這個所謂的兩岸小組 本席是建議你們撤了他 我說得很明白 因為既然沒有九二共識 在民進黨政府的偉大英明的 不得了領導之下 沒有了九二共識 那你們就應該撤掉兩岸小組 不要讓民眾誤會 不要讓民眾巴望著 有什麼跟對岸問題的時候 然後你們可以協助解決啊 我跟我王家貞議員再做一次報告 上次家貞議員有特別關心 那個四目魚的事件 事實上我們在那個會晤裡面 有做討論 那會晤裡面呢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委員 他就是現在陸委會的副主委 所以我們相對應在整個會議上面的討論 是可以跟中央請求一些協助的 然後呢 後來會後 那個議員有特別關心之後 我們大概農業局也提供了一些協助 包括召開了一次的說明會 跟當地的一些漁民有做過一次的說明 主委 關鍵在於一個心態 一個態度嘛 我的意思說 你這樣回應 非常謝謝你的善盡職責 但是重點 你們的大老闆 如果不願意 積極和善的 在兩岸關係裡面琢磨 地方政府加上賴市長 動不動就扣一些帽子 那我的意思說 你們為什麼要做這些疊床架屋的單位 因為你剛剛講的意思說 你是一個所謂的一個政務官 一個幕僚 你為所當為 但是重點是說沒有功能 你們這樣的呼農百姓 呼農農 這個漁民農民 基本上來講的話 何不讓他們死了心 不要在這個 所謂政府可以給他們協助的思想裡面打轉嘛 所以 主委 你們這個兩岸小組 意思是說 沒有事件 你們就不開會 開了會 也不見得能夠真正解決問題 我還是強烈的質疑 拿掉吧 還是跟 加徵議員做說明 因為基本上 在每個縣市裡面 他大概都有兩岸小組 事務的委員會 對不起 那是你們蔡英文做主席的時候 要求你們全國綠軍執政的縣市做的 他也是擺在那邊好看 他做總統以後講的話 跟他做主席的時候的話 很多是完全不相同的 你們要聽他做總統的話 還聽他做主席的話 我可能沒有辦法代表那個蔡總統 來跟王議員做說明 但是我緊就這個委員會 現在在台南是可以發揮的一些成效 如果我們沒有這些委員會 事實上我們有一些 相關兩岸的經貿往來的事務 或者是說包括觀光客的 像中國大陸那邊 大概會有一些觀光客 他的一些 不願意有團客進來的這些應應措施 我們其實都在那個會裡面 做了一些沙盤推演 那也請各個局處能夠提早去應應 所以他的功能還是非常大的 就很像說我們有很多委員會 也許議員沒有辦法看到說幕僚工作 他可以直接到中央去反應 我們地方的一些情境 跟一些困難 主委 我說得很明白 這個我是建議裁測掉 那你顯然告訴我他非常有功能 好主委你寫一個他做了些什麼事 他什麼功能 你們這讓台南跟對岸有互動的 不管是台商還是我們 這個進出兩岸的我們的台灣人 你們幫了些什麼忙 你能夠清楚具體的行文告訴我 好不好主委 猜測他我的意思是 目前登記發言的有三位議員 我們等這三位議員發言完 閉嘴後休息五分鐘 下一位 旅會員 李育員 謝謝主席 那我想這個其實我覺得 研考會相當的辛苦 然後在因應台南市的城市發展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所謂的任務編組 那可能剛才提到的兩岸事務委員會 也是其中的一環 那我在上一屆質詢其實也有這個特別要求 那要成立所謂的東南亞事務委員會 因應現在的國際發展 那來這個配合中央的政策 那來這個成立南向事務委員會 那我想這個部分 我看市府其實也著手在動作 不過我想今天要來這個 特別提到另外一個議題 相較於這個國際的發展城市的交流 相當固然重要 但是如何在這個城市裡面 來培養出這個既往開來的優秀青年 那我想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那我想先就較於這個研考會的 主委 那我剛才有特別提到 這個我也有聽到您的施政報告裡面 也有提到說 我們在新市政中心的時候 有來特別要求邀請青年 來參與青年的論壇 那也有舉辦了一些自己的城市 自己設計等等相關於青年的比賽 那我想請問這個我們的主委 那你知道年輕人現在在想什麼 你覺得一個年輕人在從還在學校讀書 到這個大學或研究所 甚至是博士頒畢業之後 那他煩惱的是什麼 議員的問題我先就我們現在在做的一些部分 對青年的一些協助工作 像我們在南門路的那個青創中心 那個部分 我們大概執行三年之後 有做了大概八千多人次的一些論壇 跟一些培訓工作 那剛才議員所提到的說 年輕人可能在煩惱什麼 大概就我的理解 不管是說他是在從學 就學階段的年輕人 那當然是以課業為優先 那如果是已經附入到社會階段的 當然是希望能有工作的權利 就是就業的部分 就業的機會是他們關心的 那在有家庭之後 當然生兒育女 或者是對於老人的照護等等 這些也當然是青年 他會比較相對去煩惱的 這個大概先簡單回應議員的詢問 沒有錯 這個主委你說得相當好 其實在就學期間 其實最主要是課業上 升學上的一個壓力 或者是談戀愛的需求 那這個到了這個 可能要即將邁入社會 對於他的人生的規劃 職業的規劃 包括他的人生理財的一個方向 那還有這個結婚等等 就業等等 那另外在這個青年公共事務的參與上 甚至是國際事務的交流上 比方說 可能在同儕團體之間 他可能會獲勝比拚 我希望有去這個日本七頭 就說有的人說 我可能有去這個哪裡比賽 參加國際的比賽 有的年輕人他可能有他的專長 有他的理想抱負 可是又於現實的狀況 又於現實的環境 那他可能沒有辦法去多多接觸 這個國際上的參與 甚至我發現台南雖然有很多古蹟 很多名勝古蹟 但是少了這個青少年可以這個聚落 可以在那邊油氣的一個地方 當然我們現在包括新光三越 這個左近的一些文化園區 其實當然開始慢慢的起步 可是相較於比方說像高雄的博厄特區 相較於過去傳統台北的一個西門町 或者說現在台北也有很多這個像貨櫃屋的文創市集 相對於他們之後 我們的這個台南其實相較之下 我們少了一些年輕人該有的活力跟特色 那是不是想建議主委 或是說我們人事處的處長下一頁 那這個在台灣這個國家裡面 我們其實包括在桃園還有這個台北 特別是桃園也在近年度 已經成立了一個青年事務局 這個統籌發展青年的一個事務 那我想先請那個主委先請座 處長 處長你覺得是不是有可能 在我們的組織的這個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可能來成立所謂的青年局 我想這個是一個可以討論的議題 那應該是一個成立的過程裡面 應該是要定位說這個事務委員會也好 事務局也好 他的任務跟願景跟目標是在哪裡 所以說這個可能是要先形成一個 好的一個論述之後 那我們各局處裡面 能不能來執行這些分項的任務 那如果以目前來看 我們整體的一個人力配置來看 我們已經是到上限 所以說在討論的空間上 或許不是說成立一個專責的一個機構 而是說我們務實來看這個事情的時候說 我們怎麼樣去幫助青年人能夠達到他們想做的一些事項 我想說每一個階段不一樣的一個任務 可能是教育局可以協助我們這些事項 好 處長請處長 處長你的想法跟我一致 我想其實在桃園成立所謂的青年局 當然有辦法成立青年局當然是最好 好 但是如果在考量在現實的情況下 因為所謂的這個青年局青年的事務 他可能分散在不一樣的局勢裡面 那所以我是不是再請趙主委 是不是我們有機會去成立一個關於討論青年政策 青年議題的所謂的這個事務委員會 好 那在這個事務委員會裡面 可能這個要請我們的研考會 統籌各局處去討論青年的政策 青年的方向然後來設定幾個 比方說青年可能有需要可能面臨到的一個議題 需要我們市府的幫助 包括剛才我們主委有講到 我們可能在各個階段上有不同的需求 那不同的需求 所謂靠民間的一些協會成立的一些專線可以協助他們 其實我覺得市府應該更勇敢的單起相關的責任 好 來 這個比方說在不同的階段不同的需求裡面 可以成立不同的青年需要的講座嗎 或者說可能包括城市的觀光 或者說青年的規劃理財 青年可能遇到的一些創業上的一個問題 或者青年在戀愛上是不是擁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看起來 當然對於重大的公共事務的這個討論 那研考會有給青年參與的空間 但是在於其他的這個議題上 或其他青年應該面臨的階段上的問題 困難 煩惱上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研考會 是不是應該這個多辦一點相關的講座 或多一點讓青年可以找到協助的一個管道 另外包括像桃園 我剛才也有特別看到桃園在國際參與的一個部分 那如果有優秀的年輕人 比方說他需要出國去參加比賽 或去參加公共事務的交流 他個人其實是可以申請兩萬塊的補助 那團體的部分 除了按照他想要參加的這個對象項目競賽以外 他也會看這個出國團體的組成 那是不是包括如果他是弱勢青年比較多 或是說有新住民 甚至有這個原住民的小朋友 他要出國參加比賽的時候 他都可以這個以團體的形式最高可以補助20萬 甚至可以更高 去讓一些弱勢或是說這個但是他是具有能力 想要去發揮有辦法去創造所謂的城市外交 或是說甚至創造城市的榮譽感 去參加比賽去參加這個所謂的國際的青年論壇 那是有機會可以做相關的補助 或是說整體來講去做這個新年事務的一個討論 主委 那個旅議員對於青年這一塊其實非常 建立非常鑿住 所以市長也非常關心有一些青年的議題 像我們在舉辦那個青年對於未來城市的設計 市長是全程參與的 那所以對於這個不管是青年公共政治事務的一些參與 或者是剛才議員所提到的出國的一些經費上面的協助 假設是以任務編組的方式來進行的話 我們可以帶回去研議 因為市長最近大概也對於一些青年公共政策的一些投入 也有特別的一些指示 所以我們大概也會朝著這方面來看 是不是用委員會 好謝謝 下一位李退司李議員 謝謝主席 其實那個委員是只要開始煩惱而已 青年人環特上 我看那個趙主委已經比較沒用了 那個吳處長 按照勞基法的規定 百人以上的雇主跟場所有設置脫英脫育的這個措施跟設施嗎 呃在法律上規定 要想清楚喔 設施跟措施你知道是有什麼不一樣 設施是指一些比較屬於硬體的一個空間 相關措施是比較屬於像制度面的一個東西 沒有錯 那市政府在民治中心 在各個局處有做到了嗎 這部分我們要再努力 要再努力齁 是 這個恐怕不只是你啊 我也問過人事處長啊 我也問過勞工局長啊 要刮別人的鬍子之前 要先刮自己的鬍子啊 是 今天整個少年阿母煩惱的是什麼 要照老的還要照油的 要照老的還要照油的 我今天 我自己的個案就很清楚啊 我爸在競爺啊 我媽媽去民生是在盜購 我媽媽去顧我爸 我老二有點狀況 我太太去顧老二 我們勇敢為了這個城市生了第三個 這樣要怎樣 這樣要怎樣 所以整個職場上面 我想那個包含古墓議員也很有感觸啦 到底 我們的職場上面 是不是真的對於 性別是友善的 對於青年要養兒育女是不是友善的 對於真的要去實現我們長照2.0的理想是不是友善的 我想你說還要努力 我看是還差一大截啊 不是說每一個聽社都設了那個什麼啊 那叫什麼 腐蠕事喔 都以為設了這個腐蠕事就好像已經交差了事了 差得遠 差得遠 應該要有拖嬰拖育的設施跟措施 設施一個家庭在那裡 那裡咧 有人幫你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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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盜牌啊 整個專部 我上一次問勞工局跟社會局 逼了半年才說 有啦有啦 我說在哪裡 有啦 只有一個地方 就那邊 社會局那個什麼東西啊 社會福利 包含社會福利之家 什麼無障礙 全部通通都在一棟大樓裡面 表面上有 這個所有 多少員工啊 差太遠 你請坐 有啦 趙主委 還是你最熱門 其實 那個兩岸事務小組 在目前的定位上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我們上次成立的時候 大概應該是新政府還沒有上去 那對於有一些地方事務 尤其是 包括當時的農特產品 觀光 醫療等等 其實我們大概跟中國 都有一些交流互動 所以為了讓這一些交流的互動 能夠比較 有一些 怎麼講 應該是說 發生事情的時候 能夠緊急去做處理 所以 大概市長在這一方面 對於兩岸的交流 他也秉持著四個 理解諒解等等 這樣子的基礎去成立的 那我們也找了很多 對於大陸事務 非常熟悉的學者 來參與這些委員 那會提供給市政府 一些比較好的一些建議 這些都是正面的發展奔西 也持非常贊同的態度 但是在真正的法治上面 歐 拍謝 這個 有空本席再送你一本書 我跟現在的國安會諮詢委員 一起編寫的 兩岸政策藍皮書 這裡面最大的問題就是 各縣市政府設的所有兩岸事務小組 或什麼委員會 全部都是黑機關 全部都是黑機關 我們現在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有授權地方政府可以進行兩岸事務嗎 你有了解嗎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因為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目前定得很清楚 涉及兩岸的往來 有關於政治性或主權性的東西 是沒有授權給地方政府的 所以 坦白說 這個是本席非常憂慮的事情 因為本席在 那個報告裡面已經歸納得很清楚 兩岸裡面 甚至對岸設定了跟台南 K-22區裡面 在廣東的每一個區 佛山 珠海等等 都設定了跟我們的東山區 北門區都有對應的人民政府 來砍山 有責任區的耶 結果咧 我們台南市政府 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這些 對岸的人民政府 帶著他們的農企業 帶著他們地方的 這個台辦 帶著地方的各式各樣招商的 來我們這邊簽了意象書 簽了這個備忘錄 我們也都不知道 我們也都不知道 所以今天 我們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在這邊 是需要大大的修正 大大的修正 今天對岸至少有三百萬的 這個不管叫做 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 共黨 共匪也好 都可以 至少對岸有三百萬以上的從事對台事務的人員 台灣呢 在法治面上面 只有一個陸委會 只有一個陸委會 所以這個真的是 是完全太不對等的事情 今天我們做一個直轄市 要去跟中央 要求中央正式這種 已經不要說亂象 已經脫序 我們從中央到地方 沒有辦法去掌握兩岸交流 這樣的一個事實存在的狀況 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民進黨的民意代表跟政府 並不是說不能幫助農民 而是 我們也在積極建立這些管道的同時 真正去霸佔兩岸關係中間的 這些買辦利益的到底是誰 我想 報章雜誌都報得很清楚了 報得很清楚了 那今天 對岸 也非常樂意 要跟 我們所謂的 綠營的民意代表 或者是縣市政府 建立關係 那今天就是看 我們在法治面上面 能不能去突破 因為當對岸 從中央到地方都 設立了 不管各式各樣的 對台事務辦公室 或者是 周邊的團體 研究單位的時候 台灣在法治面上面 你們都 設立兩岸事務委員會 或小組 都是黑機關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跟人家 這個對抗呢 怎麼去跟人家 友善交流呢 都沒有 打沒有準備的仗 就是鐵定是輸的啦 鐵定是輸的 所以 希望 趙主委能夠去跟中央反應 有這樣事實的需求 應該去考慮要去徹底的修正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時候 而且應該要授權地方政府 可以成立 這樣的一個類似 兩岸人民關係事務局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建制單位 不然我們實在沒有辦法去因應 這麼多樣化的 兩岸交流的事情 而且對外 甚至 特別對原住民還下了很多功夫 汪主委 汪主委有沒有掌握啊 要你清楚就好了 我要再接著問一個問題 我看到你的進展 這個開放決策中心 已經產生一組 跟指標相符的這個新市政的 一個散化 木架六彎北側 一個是南科ABC周邊 一個是新市看西農場 這樣看起來 新市中心已經有贏了 新市政中心已經有贏了 那原市政中心的規劃是怎樣 你們要怎麼決定 這個在我們上一次公民論壇之後 我們有選出一組地點 因為當時有十個指標 所以我們是最符合指標的三個地點 人家現在就說你們在設計一個 在設計一個不對等的問卷啊 因為除了這三個以外 還有一個這樣保持原狀 這樣要怎麼讓人民來選 要怎麼讓我們議會來了解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就那個三個地點的部分 因為在上次公民審議的時候 其實沒有完整的細部計畫 所以現在突發局要做三個地點的完整 好那這三個細部計畫裡面有沒有包含 開發這三個計畫 這三個細部計畫 這新市政中心的財務報告呢 也包含在裡面 那跟繼續維持這樣的原狀的狀態 其實我非常鼓勵 譬如說在這個議題上面 我特別去鼓勵 我們大新營區的人民 拜託一下 趕快把這個事情決定好 這比較壞也不會平靜比較壞啦 因為趕快讓利空出境 我們趕快找出明天一個正面的大道 現在第二輪發言齁 蔡議員發言完五分鐘之後 我們休息五分鐘 這位英國會主委 抱歉 你今天有聽民間在說 我不知道市長怎麼說 民間在說 情人中心都說 啊你插著肺 市長要留台北插一下 大家彈一下 後來插出來我們有去不去 沒關係 啊當然 我這個人 我又沒有在做工廳 又沒有在做什麼 我以為說什麼 我又沒有人怕人家會怎麼樣 你們要去瞭解呢 但是市長有座 是一千 一百四十一億呢 啊 我指你講 金亞局 讓人家改善得如何呢 這位 本局長 所長在開月 不用再來金亞局 用四信會議 啊我們現在不是說 民政局叫做工廠 叫回來英國開月 我不是說 反對啦 我們這個財務負責 他這麼多啦 蓋一個行政中心 我們市長 這人也沒有辦法去 我當時而已 當然 為了我第一位 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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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蓋一個行政中心 我行政中心 我不是這樣都減了 正在持續合併 正在持續合併 正在持續 大家十月九位 在說 市政府在插底皮啦 後來自民跟誰說啦 說要在哪裡 在哪裡 傳遇難聽 我建議市長這個時候 要認來春冬花 不要再去幾月啦 我做新的市長 你給我幾月 我賣不賣 說一說一說一說的 沒好 兩點就當然 我很大會 吼 在我們那個 剛才那一局 我二區月 等下六月 來看 我知道 他就大家宵 在選擇身體安庭去附近 出在地點不不適合 齁 主委 當然你們要公布 是你們的管理 你們可以公布 我可以公布 我們市政府插底皮 不然是怎樣 存檔花 就沒有以前做咧 存檔花 還要公布 行政中心 別人做 別人的事情 別人的事情 別人做 別人的事情 別人做 別人不愛 我跟蔡議員報告 那個草地皮的事情 我也是聽蔡議員 在議會這樣子講 那基本上 這個跟 我們在上一次公民審議的時候 其實 抽籤 抽籤的部分 更是 透明公開 然後另外 我可能也跟蔡議員補充一點 就是說 金市政中心的評估指標 像說 你如果剛剛 算出來三個點 他為什麼會比較符合 應該是他在地理中心的位置 而且他有鐵道經過 他有兩個車站 那這些也許都是他比較優秀的條件 主委 然後另外一頂 大家也知道 附近到現在 你就無論一大堆 好啦 沒有我最後再講一個 就是說 市長並沒有說 他不尊重下一屆市長的權利 所以整個市政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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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做事務 我們現在做事務 我們現在做事務情況的話 本來就是按照使者去做的 我是在說 那最後的決定 還是要尊重下一屆市長的決定 本來是這樣嘛 你又存不多久 你去跟別人做 你去跟別人說 你們可以去跟別人說 我可以說 說你們炒豬皮 不然就看不然 大家跟別人說 來做民調 看說 我存檔我 來公布新的市政中心 我在炒豬皮 沒有啦 我 我是建議說 不要啦 不是說不要啦 你也說 負責行得清 欠越多 欠一千多英 以前當然 我們財情不好 不可以說 劇場 沒有發情 我們的經濟稅 實在是最少啦 要做這麼多事情 也頑皮做 你沒有財情 用科學方釋 來研究好 打一個行中心 折責中心 我們那些人 驚不夠責任 還給我們新的市政中心 我們新的區 都不可以 都不需要 我們怎麼變 學平要做什麼 學平要做什麼 我們新的區 沒有你別理 大新的區 都不可以 還給我們方便 一個新的區 國民人員一大堆 台湾市 還給我們方便 整個行政中心都沒有 當作是雙行政中心 雙議事廳 還沒八年 隨便跟阿哥 換行政中心 當然什麼是 我是反對 你們可以做 我可以反對 我可以說 我在議會說 還說話說 沒關係 不來換你說 我說你們插鐵皮 說話說沒關係 不你阿哥 不來看文字 對不對 夠需要 不要 全部當官 這些國民人員 要跟他們刷 對不對 沒有錢 不是反對 你如果整個我們財政 像五六千 三四千的 我可以贊成 這個錢當中心 給你七萬 我們正說 偷點免費 不用再打我 就這樣 副長 那個主委 不要研究 沒有什麼 沒有議義 就要反對 我每天開 我的反對說 比較近喔 我才會 變你了 我不贊成 像是不要再說 我兩個都跟你們說 你們插鐵皮 不然你們 不算阿哥 歡迎哥 我們說沒關係 我還是重申一下 時間到了 剛才有宣布 蔡議會蔡議員 發言完畢之後 終場休息五分鐘喔 所以現在休息五分鐘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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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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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府各个局处是怎么样提出 族群的一个相关的政策 我想大家都还在学习 也都还在思考 没关系我们慢慢的一起来努力 但是有一件事情 其实在当下我们可以做到我们的民族民族 族群混在一起 你们可以去看各个县市 我之前都有列表 其他县市 不用说我们光是看我们这六都 其他五都 都是将客家委员会 跟圆明会 是单独设立成为一级机关 我想这个绝对 不是人数的问题 我想尤其是像我们台南市是一个 文化首都 是对于文化政策是相当具有高度的 敏感度的一个城市 那对于族群的议题 对于文化的议题 对于整个 我们朝着转型争议方向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前进 那是不是 赖市长还有处长这里 你们应该要慎重的 再去思考 应该要将圆明会 跟客委会单独设立 我想这个绝对 不是用 人数去考量 绝对不是用人数去考量 那我想对于 圆明会来讲 各客家委员会来讲 客家族群跟 原住民族群来讲 单独设立 有这样的必要 而且对于 我们的一个重视 我想从这里就可以展现出来 所以呢 处长 这个部分 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回应的 我想这个市长在历次的 回应里面 大概他的一个想法跟定位 很清楚的就是说 怎么样来增强 照顾我们这个族群 是一个他比较念之在之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也许刚开始的时候 是成立一个民主树文会 那他这样的一个运作 有没有确实做到 族群的一个照顾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 台湾市先天上受到一些限制 他人数 编制上的一个限制 所以说在这个情形下 也许说表征上看到一个独立的委员会 但是他的运作功能 有没有达到说 他照顾实际的一个功能存在 所以我想是说 民主树文会这一方面 他们在运作上 是不是有遭遇到什么一个重大的困难 或者说在族群的照顾上 没有做到让进入人意的地方 那我们其他的急促 有没有发挥他应该协力的功能 如果是这些功能都做到 那还是说回到说 独立是比较好的时候 也许是民主树文会 应该跟我们跟市长一起来 面对这样的一个议题 严肃的来讨论 好那所以处长 您有没有听听我们原住民的声音 或者是说有没有跟我们的民主委员会的主委讨论过 或者是有没有听听客家族群的声音 这个是应该由主政的 还是只有听见我的声音 是有听到啊 那请问一下客家族群他们的意见是什么 客家族群的意见 我想说很多是眼影比照的一个思维啦 因为说别人有我们是不是这样也有会更好 那我也不能够说 人家有我们有 不应该有 应该是说怎么样做才能刚刚我特别提到的一个议题 就是说功能性的发挥 让我们不同族群 能够受到最好的一个照顾跟服务 我想这是更深层的一个意涵 这样的回答其实我觉得我没有不能接受 如果说我们只是想说 如果可以达到照顾 在资源方面 如果说我们能够给资源 能够去照顾这些族群 然后他们就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善 就可以不用相关的 从政策的这个政策面的 政策的制度上面的一个重视 然后设立相关的一个一级机关 然后让他们有实际上 有这样的一个一级机关 然后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象征意义 可是如果你们认为是说 我们重视是有功能的就好了 那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视的话 那其实很多的单位都不用设了 那个原住民转型正义 委员会也不用设置了 都不用设置 因为反正政府 只要是在中华民国政府底下 我们都能够有足够的资源去 协助帮忙 不是台湾市政府底下能够协助去帮忙 那其他的一些什么 相关单位都不用设置了 我想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因为如果一旦成立一级机关之后 我相信我们有这样子 客委会跟民委会 我想第一个很重要的 让我们实际上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专责单位 我想就会展现出更为专业的一个 有足够的人力跟那个经费 我相信可以有更足够专业的能力 然后对于族群事务 很多非常庞杂的事情 可以更细腻的去处置 我想说那个处长 我们最近我一直在关心的是族群主流化 那什么叫族群主流化 各局处可以做些什么事 这个部分就是处长 你要去好好思考的 绝对不是从 绝对不是从你觉得说 只是我们能够有照顾到 就OK的那种方式来看待 那我想我们之前有请那个 杨长正副主委 然后用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待 对于族群的议题 应该要怎么样有一个更高度的重视 跟那个文化敏感度 我想那个部分 处长你今天的回答 我就没有看到你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高度 好所以呢 那个处长 这个部分请你再继续的去思考一下 我应该是会协同我们民主述文会 一同来更深入的一个探究 更深入的去了解 你在这个部分可以怎么去努力 是吗 我希望可以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然后在这个市长卸任之前的时候 我希望那个我们这个两个单位 可以各自成为一个专责的专责单位 这个其实是有一个高度的象征意义 你们这你知道吗 其实讲到台湾 国外的人 看到台湾原住民是亮的 眼睛会发亮的 为什么 因为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所以呢 这样子一个非常 珍贵的文化资产 在国外 他们非常重视文化资产保存了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观念之下 他们知道这个是应该值得被去重视的 但是台湾我觉得是非常缺乏 非常缺乏对于文化这块的一个敏感度 所以呢 就会觉得从人数去思考 这个东西重不重要 我觉得那个是整个观念的改变 所以这个就是我跟你讲的 为什么我要在市府推族群主流化 那就是一个洗脑的过程 可是这个脑是洗得往好的方向 知道吗 所以呢 这个部分我希望再继续努力 所以接下来那个汪主委 请坐 上次在市政会议的时候 我们特别请了杨长正副主委 然后来谈什么叫族群主流化 然后在台南市 我们可以怎么推动 台南市的族群主流化 好 市长就很明确的 就指示说 未来我们这里要成立 族群主流化推动小组 当然各位在座所有的局处首长 就是当然的委员 那我们要一起来讨论 那这个旗程要怎么去规划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怎么走 我不晓得说我们的汪主委 有没有 好 下一位林美燕林议员 来 感谢主席 来我们演考会 我们的业务 在你的业务看到 你有一个就是管制 考核业务嘛 那前段时间 在去年 在去年的时候 在2016年那时候 7月20 媒体有报导一个 就是说 针对我们的APP 都问什么APP 我想APP 就是它是一个平台 它透过这个APP 它那个行销台南市 它能让市民能够下载很多资讯 知道我们在台湾市里 我们到底做什么 它有一些活动在做什么 对不对是不是 所以那时候 事实上也官方也看到了 有很多的APP 因为它下载的处置太低了 所以成为文字APP 甚至成为僵尸APP 对吧 我想这一关公开媒体上面 大家都有就是在讨论 那我只是要请教我们的 研考会 在这个APP的制造开发过程中 我想我们市府是不是有去 注意到使用者的 就是他的体验 或者他的感觉 尤其他了解说 我们到底我们市民要爱到什么 我想在民间啊 如果他设立APP 因为他们有业绩的压力 所以他的使用 他的设计各方面 还是说一些使用的一些内容 他是希望能够吸引使用者 能够下载他的频率 所以他们有这个方面的压力 所以他们在设计的过程中 事实上他们都有 对这方面他们比较重视 那我觉得 我们官欢他到底 有没有感受到这个 研考会你有去注意到了吗 主委 跟那个林议员报告 你只要跟我讲有还是没有 我们事实上对于那个APP的下载率 我们有设定一个办法 只要他的下载率没有到的话 我们要要求他下降 下载率没有到了你有去教 你有吗 那我们来看看 现在我们台南市的 我们现在官欢的APP 在今年就是我们的预算 大概整个台南市官欢APP 我们会用总偷偷是多少 你有去了解吗 他在局处里面 你有去了解总偷偷多少吗 没有啦 你有没有啦 你说总偷偷吗 对 来林奇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们大概分项的部分 有没有总偷偷 你只要跟我讲总偷偷 总是多少 我们这边有一个他们的设置费用 总共花了九百万的预算 总共设立了几个APP 现主席有几个 我们现在再加上大概十一个 总共在上面上面 我没有看到 十七个 十七个APP 所以你没去了解 那这个十七个APP里面 你觉得 你觉得 他的功能如何 我想我们设计APP 我们不能只是表面的消耗 预算而已 我们真的要实际的 去做个管控嘛 所以你警察告诉我 让我们几个例子好了 现在我们手上看到的 手上看到的 像我们的在报告水情 就是台南市 如果台风来的时候 淹水了 这个情形 你觉得台南市有几个 我们的APP 市政府 不同其处 总共我们就有两个APP 一个是水利集 他说水情的财报APP 里面就是这样而已 完全没有内容 来 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的行政区 片子十个的 所有的水情的报导 这是另外一个APP 所以我没有看到 它是重叠的 你为什么没有去好好的管控它 浪费它的资源 水利局的那个部分 大概是他们去查核人员 查核人员 你要把统策 水情的吉时通 那个部分 你要把统策 你不要重复去浪费 再来 你说的 你有去了解 我现在手上拿的 这是劳工局的 抢手的职切 抢手的职切 他才没有啊 2015年的 还有2013年的 还有2014年的 这个问题 理工有去管控 为什么让我们看到 在劳工局的职切 他还是下载的 他还刊登的 在2013年 2014年 甚至205年的一些资料在里面啊 各红工是抢手的职切 是什么 劳工局的那个部分 你自己告诉我 你有去管控吗 你自己告诉我 我其实觉得很奇怪 你竟然还有去管控 你能知道 这个是之前 之前我们的 APP里面 有使用者评论 这是在2013年 里面 里面 包括我们的 APP 批评的非常好 非常的烂 他说烂透了 这是什么东西 结果这个 这个 APP现在还在网络上面 还在我们市政府的 APP上面 你还一直在讲说 那些 民众 提出来的一些意见 主委 我现在要了解的 当然民众 的资料 我们 我们要去了解 要去改善 但是我要跟你说的 一点 你搞不清楚 为什么 2013年的 APP上面 还有2013年 资讯啊 你根本没了解 我本期在讲什么 你还一直在讲说 现在哪个 哪个局里面有APP 但你 局里面有APP 的情况之下 它的内容 你更新吗 你说 你的业务是 在管控这个 你也一开始 跟本期说 你有去做管理 这哪些管理啊 哈 你研究我的资料 是这样吗 管理是这样吗 还有 我们也要了解 你的APP的管理 你去年 在过年的 批评是个 文字APP 甚至是僵尸的APP 你去年 不会痛地湿透 去做一个 面对面的 一个彻底的 就是去监控 去管理 去检讨 你还要把 旧的资料 停在上面 这不是 典里 你说的表面 消化预算 而已吗 刚刚我跟你讲 我们的资讯 现在很多是 很多民众的 资讯来自APP 如果你今天 把这个 平台做得不好的话 我们的民众 没有第一时间 能够掌握到 我们台南期间的 所有的一切 现在是电脑化的 一个社会 我们的资讯不好好管理 我们就是因为 希望有这么好一个平台 提供给民众 可是我们看到 你们研讨会 有做好管理的 有检讨检讨了吗 没有 检讨后也不去改善了 所以 你们没有落实 去做一个检讨 本期在这边 认为说 我们应该好好的去 像我 还有 事实上我们里面 也有一些好的 像交通局里面 他的公车 就做得很好 你看 他这个APP 里面做得很好 他可以让民众看到 我这边的里面 你的公车 你要怎么去使用 你的我们的行情路线怎么样 他的这边 里面的内容 相当相当的丰富 所以 这不是说 我们不要做 还是不能做 是因为你没有去好好的管理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要把好的 不好的 大家可以鼓励他们一下 那不好的我想 在这一段时间 你应该 要赶快落实去做一个 就是APP的总体检 不要把旧的资料 又留在那里面 你会让我们 但是我们去其民 误导他们以外 还会被人家笑 对不对 主委你领会了 这个领委员 刚才在提到的 那个劳工局的部分 我们大概 会后马上会来 我只劳工局 那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 我现在是说 其他的部分 像我们大概 每半年会省事 我跟你讲 每半年 我现在提出来的这些资料 是真的在APP上面还有 你有没有跟我解释 我意思是说 假设是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会加强来管理 主委 这点本期除了要求你 这整个APP的资讯 整个总体检以外 我们要建议你 APP的设立 因为有时候 不要成为酸头马车 不要说这个基础也有 或者这个基础也有 我们要彙整一下 要统一一个APP 那不要让民众 如果要下载这边看这边 有点资讯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也不知道 何去何从 还会浪费我们的预算 浪费我们的资源 所以APP的重整 配合 你应该要去做一下 不要说这个 的那个浪费掉 所以除了整合APP以外 我想 好给林美院议员一分钟 来 我们APP总和以后 我们提供 正确资讯 好的资讯 在第一手 给我们市民 我们是希望 能够 让市民能够 使用力 能够提高 我想对我们 市政的政策的 我们的一些 政力在推长的过程中 会比较落实 而且会比较快 好不好 好 下一位洪玉峰 洪议员 谢谢主席 那个主委 不好意思 赵主委 请稿姐 那个 今天我们有很多同仁在关心说 那个两岸相关的事物 是归在您这个单位吗 我们是幕僚单位 你们是幕僚单位 那就是说 像现在我们是海峡两岸 处于冰冻期 还没有说 说得很难 是冷静的阶段 那说得很难 是冷静的阶段 那完全都没有来往 没有作为 你们除了开几次会之外 还有在做些什么事情吗 大概像洪议员在提到的 假设说两岸关系的部分 应该刚才 洪议员也有稍微提到 大概是在陆委会的 挟管上面是比较直接的 那在各县市里面所成立的 这一些推动小组 或者是什么 我们大概会针对地方事务的部分 跟中国大陆那边 如果有一些今晚往来 还是说我们的观光交流 现在已经4月份了嘛 你们单位 1月份到4月份推动了什么活动 我们这个会大概是 属于比较幕僚型的会议 只开会而已啦 只负责开会而已 我们会请那些 大概跟中国大陆那边 有一些经贸往来的 或者是观光交流的 他们会要提出一些报告 提出报告 就是说 谁来跟你们报告 没有我们自己的局处 你们自己的局处 像管理局 他有一些要到中国大陆 去宣传我们的观光 展点啊 或者是一些观光行销 他可能要把那一个效益 跟这个推动小组里面 做一些简报 我看 这样我派一个工作 给你做好了 嗯 我也科研你们的实力一下 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台南的民众 他到中国到路22年 那根据台湾的户籍法 他两年没回到 就是我们的付籍就主动提出了嘛 就叫他迁出到国外 所以他在台湾已经没有户籍 他到中国大陆 也没有犯案 也没有在那边入籍 但是他现在年费多了 你知道人哪 比较多费 就想要回家 所以他就想落叶要归根啊 但是他已经没有证件 他22年没有回来的 在台湾没有资料 在中国大陆没有资料 他中国大陆出不来 台湾回不来 啊 如果说 他当然没有像我们最近 那个某某某某某名泽这个事件 那么大庄 他只是一个台南式的小老百姓 他只想要落叶归根 那我们没有办法伸出 人道的那个关怀 去协助这个家属 让这个老人 可以在那里回到我们的故障吗 安养一年 你如果说法律上面的一些规定 像说假设啦 他在那边预期啊 预期只要交罚款就搞了吗 但是如果我们台湾没有 给他相关的资料 他就没有办法办这些手续啊 依照法令上面来说 我们大概可以提供他一些协助 也是一样要透过中央的一些单位 因为你依照现在的法令上面来讲 地方政府是没办法涉及两岸事务的 所以我刚才有跟洪委员 洪议员特别强调就是说 我们是在做经贸关系上面 可能有一些影响到台南市的部分 那或者是观光交流的事务 那你们是零工作啦 那你们等于是零工作啦 因为涉及到两岸 可能涉及到我们的经贸 我看没有这种事件可以在台南发生啦 没有这种事件嘛 因为如果我们没准当中处来台湾啊 那也没准当我们这大壁的去投资啊 所以地方政府设这个是空格的嘛 是假的嘛 对啊 人家有时候讲说让得虚民 你们能让得虚民的机会都没有啊 这只是骗老百姓而已啊 主委你真的是给你放点 你这种人材给你放点那种不露用的丹文喔 实在是真可惜 你请坐 我要请教那个秘书处长喔 最近有一个很夯的议题 就是总统说 要帮行政院长找官色 而且希望法制化 那你们有这个必要 要帮我们市长找官色吗 这个还是在于首长他的一个需求上的一个考量 有时候这个官设的一个官邸的一个部分 如果说他评估他所在的一个 自己的居处宿所跟办公空间的一个运作上 他自己觉得方便的话原始上ok 好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 等于是说 如果在台南没家的人是不能来参加台南市的市场 因为我们就没必要提供官色给他啊 我们不是这样说啊 我们不是这样说啊 我们不是这样说吗 不是啊 因为我们把官邸的市长公关 我们有的听识 我们用真实的计计 我们用真实的计计 尤其好朋友经营 高级的餐厅 所以将来 当然在我们下市长 他没需要这个听识的经营之下 他自己外外经营了 但是他的任期 让你最后做做备当 他做到什么做备当啊 不过他为何民间经营的 思考是超过他任期的当局啊 所以将来 就是马上我们面临后一次的市场 万年 他如果不是台南 在这个地方有资产的人 那我们是不是要比照行政院长的模式 我们还要帮我们未来的市长 去寻找他一个听识 我们在委外经营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契约里面就有规范 规范什么 如果市府有另外的需要的话 我们本来就可以依照契约的规定 提早解约 把这样的一个官邸拿回来自己使用 哦 啊这不合理呢 这不合理 你叫人业者贷钱给你整理 你任何需要 你就要把它收到回来啊 啊你 你会把这个市长官社 放给民间经营就是你任何不需要啊 不然你是怎么还要为我经营啊 他本来就是给我们首长的一个听识啊 但是为什么你 我常常讲的啦 我们有很多 我们都邀请外地人来丹念我们的一级主管 但是我们的一级主管 我们都没有给他一个安全的大地方啊 甚至 所以 又挪用 其他办公 那个各科室的经费 去当这个首长的 他的那个属下的经费啊 譬如说做饭店好大 做什么地方好大 所以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台中市议会 议员咨询的时候 台中市的官员就说 挪用金会是参考台南市政府的做法 议员我跟议员报告一下 我跟议员报告一下 第一个 您所说的一个状况是 刚县市合并的时候 比较有一些从外县市过来的一个一级首长 他们确实暂时没有出所 可是目前我们本府 就已经有提供一级 一级单位的各机关首长有一定的一个官设 如果再没有的话才会有少数 他们基于自己的需要 另外再承租外面官 這第一点 第二点您刚才有讲到 市长官邸的这个部分 市长官邸有筛契 市长官邸的今天 给我 所以我常常讲说 我们要借用其他 其他单位来的 这一些专业人才 到我们台南市来服务的话 應該給人家一個比較安心的居住空間啊 但是如果 你如果沒辦法提供給人一個很安心的地方 你還在預算的利用裡面 黑白削黑白洗 讓我們翻作一個切尾 讓人在吉他館市 人在議會在打順的時候 沒有啊 無選黑白英雄我是學台南市的 我感覺聽到 我身為台南市的民意代表我也覺得 我們真沒真正人 這可以讓你們這樣黑白比較黑白英雄的 不是這樣啦 我剛才說明過了 當時當時當時合併的時候 創作人家的事實 創作人家的事實 那不是當時當時合併的事實 那是林佳龍市長 那個已經不是 剛剛合併的時候講的話 台南市的總控有發行這種總控 是合併的當時開始 這樣沒有 我感覺又跟你說當一個可惜 他今天你多好不來 如果說我們可以提供我們可以了解看 他今天剛好不來喔 我是不該說這樣公開說到 還要找一個卡丁 換找一個 去讓人請去吃咖啡 還是請去健康路呢 這樣也不好呢 我的出發點是善意的 我覺得說 我們邀請人家來就是要給人家一個好的空間啊 不然他是要怎麼轉心 可以把他的 他的專業 發揮在台南市的市政的進步上面 所以 你是台南人 我知道你沒有這個問題啊 但是有很多不是台南人啊 有些不是台南人啊 給我簡單一句話啦 相關的規定在宿舍管理規定之下 本來各機關就可以用自己租任的方式 去陳租建置首長的一個宿舍 本來就有這樣的一個規定 所以我比較不了解台中為什麼會這麼說啦 所以 這部分有一些 誤會的地方喔 我想剛好透過這個機會 也很明確的跟 議員這邊說明的很清楚 我們這都有相關的規範 現在齁 時間是11點48分喔 我們待會中午的會議到12點半結束 那請下一位請來會議員來議員發言 好謝謝主席 那個研考會主委 我想本期針對的就是說 台南 台南智慧城市 我想請教主委 每一年齁在我們的 智慧城市裡頭 所有的 APP的預算 你說總共有17個嘛 那你編列了多少錢 高八班 這個大概都是在局處裡面做編列 我們有匯整一個表 對 那大概總數你每一個局勢裡頭 匯整了以後 大概 總數的多少的一個 數目 我告訴你你剛回應 林美燕議員是900萬嘛 對不對 林美燕議員 他自己估算的 你自己估算的 你自己估算的喔 好 那我們現在引用這個數據啦 900萬 900萬的話17個 17個分配在每一個 局勢裡頭 那以一個APP大概是 50萬不到 那甚至有一些APP 他其實是 自己的局勢 研發 不花錢的 是不是這樣子 有一些 也不是要做不花錢 他可能有請人家 可能他設立的時間比較早 那平均來講啦 剛才那個賴議員提到的那個 平均值 大概是 40幾到70幾 這個平均值 40幾到70幾 主委 天下有沒有白吃的午餐 當然是沒有 當然是沒有 有沒有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應該也不太好 在每一個局勢裡頭 所有花匯在APP裡頭 我想不會超過1000萬 因為這個議題本席其實也做過了一些追蹤 在這個追蹤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也 我自己很感嘆啦 就是說研考會在這麼少的一個資源之下 因為其實你手上是沒有錢的 你知道新北市 台北市 他一個愛台北的APP在 一開始 他投入 給企劃公司做的時候 光是一個愛台北 一個APP花了多少錢 三千萬 他大概第一年 後來唯運費 每一年大概都要編1000萬 對 光是唯運費喔 那就是說他起頭就是3000萬 那他也在研考會的一個 業務裡頭 那你有沒有 當然沒有 所以剛才提到的那些App 大概都是局處的一些經費 是 你完全都沒有錢 那 你怎麼期待就是說 台南是一個智慧的城市呢 在各個局處所編列的部分 那 所有的App裡頭 本席看得出來 到目前為止 跨局勢的App 就是一個管理局跟文化局 有一個 巷弄App 巷弄台南的這個大概是跟 4G通訊計劃合作的時候做的 好 他甚至就是說 巷弄App 你也講了 講得非常好 你就是用我們智慧城市 在 工業局拿到了這個 遠傳的計劃 每一年大概 看起來好像很多 5億 5億是用在軟體 5億是用在硬體 工業局5億 然後遠傳自己要保育 那為期三年 今年是最後一年了 好那再來怎麼辦 他們大概會有 你今年開始編預算的時候 你會不會 把你的 整個智慧城市 你需要建構的一個平台 編進去 因為如果是App的話 他大概在智慧城市裡面 其實蠻小的一塊 那各個局處裡面 大概也會跟我們做一些 整合工作跟計劃工作 那整個智慧城市來說 是各個局處都有責任 而不是只有把 智慧城市的部分 放在研考會 那研考會大概就各個 局處他所希望提出來的 包括剛才那個 林議員有特別提到的 智慧交通的 或者我們的 那個賴園關心的 那個智慧觀光 旅遊文化 等等這一些 其實我們大概都有 相對應的一些 跟局處裡面 所提出來的計劃 在跟他們做研究 好 那主委 我再請教你 讓市民最有感的 台南是一個 智慧有溫暖的一個城市 好 所有的觀光客進來了 不只是觀光客 就是說 基本上 我想應該是要講說 國外的觀光客啦 因為我們 國內的電信業 非常的發達 你到任何一個地方去 你可能有很多的WiFi 不需要再建置了 可是 如果是觀光客進來 在台南市 你的WiFi有多少 我們現在WiFi的熱點加上去年所做的交通局的入冊的部分 好 1200個 1400多個 然後 1400多個 好去年增加交通局增加了1200個 那本來 還有的是200多個 200多個是我們製設的 然後另外還有加上愛台灣 那有沒有進步啦 你覺得有沒有進步 他相對應提供的那種WiFi的服務會比較具體 像說 那個交通局的部分他是在入冊 所以他只要靠近 智慧站牌 他基本上在50公尺的範圍裡面大概就可以接收到 那他們像現在 十字路口 所以說 這樣的智慧站牌 在重要的交通路口 那是不是警察局 他的監視系統 可以做一個 相同的連結呢 警察局的那個系統因為是 一條邊的 所以目前還沒有把他納進來 但是將來 議員所提到的那個部分也是一個 智慧城市發展的趨勢 也就是說 將來如果我們有 類似的智慧路燈 或者是智慧的一些 要多久 監設器 這個計畫要多久 你認為在半年 我們你就會檢討一次的 這個時間點上 你認為就是說 整個跨局勢的一個 整合 就是說不管是治安 還是說不管是其他的問題 因為昨天我看到一則新聞 我覺得 非常好笑 就是說 我們寫假的那個警察 去 現在西瓜是盛產期 開始盛產期了 因為怕死鬼去 把頭板 所以說 我們的警察保姆 也去做這種 尋守 做這種環環的 一個 動作 每一年 每一年 從我開始當議員 到現在 每一年的新聞 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在下一次 我認為 是不是應該 投入一些 比較 比較智慧化的一個管理 就是說 他在重要的交通路口 他應該去建置一個 就是可以追蹤的 路牌的辨識 因為你頭拿了 一定要走 走的時候 你要怎麼捏 其實我想應該是以科技為主 人力為服 警察局的車牌辨識 其實他們是有的啦 是啊 所以說 警察去 去盜告 市櫃空要做什麼 我不曉得他 顯然是沒有道理嘛 應該是說 假設在重要的路口 他們所設置的 六千 六千多個監視器的部分 他其實在警察局 有一個控制中心 他可以針對車牌去做檢測 那警察局 如果是為了 衛名服務直接到現場去 顯然就是說 你這個平台 沒有錢是做不了事的 然後你每一年 這個三年已經 即將要過去了 再來你就完全都沒有錢了 那你怎麼辦 你怎麼當老大 你做平台就是一個 可以主導的 可是你沒有經費怎麼辦呢 我們大概還是要跟局處去 一定要邊 不是可不可能邊 一定要邊 主委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計劃 我們現在因為中央 大概有一些數位建設的經費 大概在這一次的 那萬一拿不到的話怎麼辦 不能完全靠中央啊 對所以我們大概會把局處裡面 他們最希望達到的一些智慧化的服務 或者不管是 系統還是其他的 我們盡量去把他推出去 那你說 研考會他畢竟並不是一個 一級機關或者是對外有業務的單位 沒有錯 那把這一些部分全部編列在研考會 也不是非常的妥適 但是我們基本上去中整 大家局處的一些規劃 或也不能完全都不編啊 甚至我 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訴你 在研考會的 預算書裡頭 是完全沒有編到 這樣的一個預算 怎麼會是這麼荒謬呢 在資訊中心裡面大概會有一些預算 研考會每一個人都是 非常優秀的人嗎 不可能嘛 大家各是 齊責嘛 就是說因應假設未來的一些 數據的治理啦 或者是我們智慧化的一個程式 基本上議員所講的 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很正確的方向 所以我們大概最近也希望能夠 籌組一個 智慧程式推動的一個小組 或者是一個委員會 然後來把這一些不管是各個局處重要的 一些智慧化的東西 拿來做 比較有規劃性的一個進程跟 他的這些設定的旗程 我們希望這樣子做 但是議員關心的部分就是說 研考會本身的主導性 我想你是一個好巧戶 可是沒有米 你也很難做出 非常豐盛的美食 所以我 我個人認為啦 到目前為止 你的表現 算是80分 在完全 沒有食材的狀況之下 還能做出 一桌的好菜 真的是藍尾 好 謝謝 謝謝議員的鼓勵 謝謝 下一位盧坤福盧議員 那個 法治處 處長 跟政風處的處長 我請問一下你們兩位 其他局勢的那個 那個業務你們可以 去了解嗎 是說人家違法的 還是違規的 你們可以去關心去了解嗎 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局處 你法治處 法治處你先講 可以嗎 報告議員如果是跟 公務員違法的部分 或者是跟連政治降有關的部分 這個我講由 政風處長來回答會比較好 因為在 權責上面是主於政風處的權責 公務員違法就是政風處的 應該要 公務員由一致違法 或者是說有 相關的連政治降 的時候 這個其實在法規上面應該是主於政風處的權責 是 那違法在部分 事實的政風處的權責有關的 權責 你法治處你也可以 去了解一下 好 那我請問一下你們兩個處 那個 衛生局 衛生局王局長 他違法 已經明顯了 那個 地檢室也該 收押 生押而且又收押 喔對不對 那你們這一件 案子你們有沒有去了解一下 法治處 先說 呃 報告議員 據我們了解這個案子 目前紀檢處在偵辦中 那相關的 偵辦不公開 那你幾歲回去睡了 你再跟我說政辦不公開 你負責任嗎 政風處 政風處呢 報告盧議員 這部分大概地檢署他3月30號 在整個搜索的時候 那政風處 政風處 政風處 就 衛生局的政風處 也配合整個檢方的一個動作 那另外在他整個調件的當中 我們的同仁那天也從 早上一直忙到下午 下午 差不多五點多 六點多把券 送到地檢署去 這是在 製辦的這一階段 那陸陸續續 大概這個案 目前檢方還是 陸續的在製辦當中 那確實有些東西就是 檢方在製辦的 你們有提供什麼資料給他們 檢調單位有沒有提供 地檢署他腳指定的 那政風處這邊都會配合去提供 你們這只有配合嗎 對 那另外一部分 你們只有配合而已嗎 另外一部分大概 就整個事情發生後 那我這邊也 只是那 就衛生局的政風處 必須針對這一次所發生的 那些弊端去研擬以後的 環璧的作為 那這部分可能陸續 就會出來 你知道這是弊端嗎 那紀政 他沒有完全的行政材料 相對的 他的長官 跟他的部署 是不是要相同的負起責任 第檢署了 新聞又出來 因為 因為 王紀政 他的勾結 而讓很多的廠商不用罰錢 你知道嗎 後來 那你有沒有提供廠商給 給檢調單位 這部分大概檢調他在整個案子當中 他沒有去掌握到 那你們有沒有掌握 那個 廠商啊 有沒有掌握廠商 你是政風學的喔 你有沒有掌握廠商 你有沒有掌握廠商 政風處 政風處回答 那部分大概 政風處 政風處該做的 應該他們都有做 你有沒有掌握啦 你現在找到幾間 到幾間 目前那個名單 他還在 偵查當中 偵查當中 你現在的名單是多少 名單是多少 這部分應該目前 衛生機還清查當中 他整個 你都不要查到啦 不是 你政風學在做什麼 不是那個 衛生機 政風處還是有 餐理在整個裡面 那大概他最後 整個 衛生局的政風處 還屬你管的 對沒錯 他整個他 目前在清查當中 那據有了解 大概衛生機現在的做法 他也針對 相關的 該採法 應採法 未採法 的部分 目前 也都有 有開立採法單出來 那整個會 開罰哪幾家 幾家產商 到幾間啦 現在還在衛生機 還在清查當中 我想說 省政這部分 我們這樣避重就輕 在那打太極軍 你們現在是怎樣 我告訴你 一般 製藥廠商 他會跟官員勾結 那代表什麼 代表是不是 就是違法 要為什麼違法 是不是做假的喔 是不是做假的喔 他今天也不用做假的喔 他才會來跟你們告結 告結 你再來告結多少 我不知道 一間去 甘調單位查到 你還不公布 才會唱上 你不知道 如果萬一天公布 我們的台南市民 專國的老百姓 要假吃多少才會假的 不管他真的假 我們有義務 可以跟他講不出來吧 為什麼他要跟市政府 官網告結 跟王繼正勾結以後 他的官 他的長官 以及他的下屬 是不是也要負起責任 你倆在查我 你正風刺 你是在做什麼 天獨院報告 這部分我們都有去了解 他了解你現在報告嘛 不是 目前他的長官 目前他的 現在我們用一句說 檢調單位 那個 偵辦不公開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所有的 這個行政體系 行政 都是要由你們去查 地檢數是沒在庁可以查 沒在庁可以換 法治是你們在換的 不是嗎 法治那一部分應該就 那個 衛生局的前者 我告訴你 衛生局的前者 陳主方面 賭資方面 還是要由你們去 裁量 這部分先跟魯遠先再報告一下 大概整個 偵查就有關司法的部分 目前地檢數已經在偵辦 那這部分偵辦那有時候 我們行政再去調查 會干預到他的 司法偵辦 所以大概的規範 司法在偵辦當中 行政調查會見 你們有基部 可以去了解嗎 會 這我們會繼續了解 在行政方面 你們有義務去了解嗎 另外第二部分 你是陣風處 我知道 你聽好嗎 另外在第二部分有關 往後的追究行者 這部分 在整個高於段落 我們就會去 針對 那個行政就是 追究他的行政責任部分 我們會去處理 這不會假的 這不會假的 會唱上 你敢來等你查好 如果 發覺出來 這些假的已經很多人都假吃了 很多 你像北海的油脂 那很早就要求你們 要 預防性的下架 結果你們不愛 不愛又跟你們回答一句說 我們假的下架 如果剛才沒問題 我們這些官員要去做國賠 你們這不是政府這個人 已經抓到違反了 好來 那現在這些廠商 勾結的廠商 你們是不是要有合理性的處理 你們有生意處理嗎 是要求他們的產品 不可以賣嗎 確實 你們現在又不公開嘛 你們現在可能 這個超商是跟你們交給嘛 不跟你們交給才會這樣 跟人家報告 或是跟兩千塊交給 不是啊 那個廠商那部分 他是不是有完環整個 要事法部分 應該還是 衛生局 衛生局 本來他衛生的全財 衛生局 也自自不理 要塗製這廠商 我說你 你不公開 最基本你要有 動作嘛 要求這些廠商 他的食品要下架 他的藥品要下架 或是 或是 應該要勒令他 他們停止生產 這樣沒辦法 結果都沒有 連 公佈這些超商 中國不能公佈 現在是怎樣 台南市現在是怎樣 是都 一定要按摩這裡 違法的 黑心會超商嗎 一定要這樣嗎 或是 超商到兩千塊 有九千 你不敢得罪 這樣對不對 你們自己想法嘛 只要違法 一定會處理 只要是違法 這不是違法的嗎 一定會處理 已經受了喔 已經受了喔 這要超商又不要公佈 都沒有動作 下一位王嘉珍王議員 來演考會 我想請教一下 剛剛就 洪玉鳳議員 他的關心喔 這個我們能不能夠 怎麼樣協助這個 這個案子 讓他能夠 回到家鄉 終老在我們台灣 自己的土地上 因為對他來講 可能他還是覺得 這邊更理想嘛 這個案子 譬如說你今天的回應 是說 把他說是陸委會的工作 我覺得您這樣講的話 讓我們會覺得 不夠 不夠溫暖 不夠同理 因為當時 蔡英文主席說 只要是綠執政的縣市 他就要求 做一個 兩岸關係小組 來做 相關的 工作嘛 那其中他不可能是強調說 你只做經貿 關於 人道的關懷 互相之間 這個他不可能 不要求你們做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剛剛那個例子 是很清楚的一個例子 讓我們知道 這個小組 是有功能的 是真正可以 對我們民眾 產生注意的 讓我們跟對岸 互動交流的時候 我們不覺得說 啊我們 這個這個 一下子就 就回不了了 這個這個 丟到大 掉大海去 沒人理我們了 所以主委 您是不是能夠 告訴我們一下 您能不能幫什麼忙呢 如果是說 因為剛才佳蓁議員 是有提到說 這個會 基本上沒有什麼功能 是啊 那你們就證明有功能嗎 我的意思是說 基本上類似這樣的功能 我們基本上可以 作為陸委會的窗口 那他也是一個功能 就是說可以立即去反映 某一些事件 像 王議員跟 洪議員關心的這個個案 那這個我們可以來跟 陸委會 來協助 看有沒有什麼管道 可以來協助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說 看到的兩岸是一個 動起來的狀況 對不對 可是 這個鄉親是我們台南人 他的心願是希望回到台灣 回到我們台南來 中老 或者是怎麼樣 這個是不是也是超越了政治 是應該一個人道的問題了 因為貴黨最喜歡告訴我們 你們很重視這一塊 那我的意思說 這邊是一個很清楚的 一件 事工 我是說 主委 能不能夠 給我們 這個很積極正面的幫助 這位鄉親 我相信洪議員都有資料 現在是說因為陸委會等於停擺嘛 是不是這樣 所以主委您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讓我們的鄉親心裡覺得 多少我們有這個小組還有點 有點功能讓我們也安慰一點 如果洪議員把這個個案的資料 先給我們 我們可以來尋看看有沒有什麼管道 可以來協助他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即便說今天沒有兩岸小組 他是台南市民 我們也一樣要給他協助 主委 我們盼望就是說 你們的協助 是有成果的 不是 口惠而食不治嘛 是不是 那因為這個 CASE是太明白了 我記得洪議員前幾天 就急得不得了 又不知道 感覺到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細節 應該是年歲已大 想要這個落葉歸根還是怎麼樣 所以希望回來我們台南 所以我要拜託主委 不管你用什麼名義 這個案例如果你做得很好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會看得到台南市政府 在這個互動的關係裡面 並不是那麼不通人情勢力的鐵板一塊 是不是這樣 另外主委我還要請教你一件事 因為我在市長的市政報告裡面 看到說 他好像是所謂的第二行政中心 是不是 第二行政中心 第二市政中心 他不是說你們開了多少次 請了多少個公民嘛對不對 新市政中心 是嗎 市政中心 多少個公民 你們說請了多少個公民 我們是要200多個 那那天到的時候是193位 那我想請教一下 你們的結論是什麼 我們是給他選址 所以那一次的公民審議的過程 大概就10個指標 去選址 然後呢 我們就選出來了 一組 地點 然後呢 那接下來的話 在那一次公民審議的 決議上面來說 我們大概就就這三個地點 要進行細部計劃的評估 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就大家有幸參與公共議題 我記得是你們歡迎大家主動報名嘛 然後你們做了某種選擇嘛 對不對 那這200個人還是怎麼樣 他們去參加了 當然 重視我們民眾的意見 這是 本來就應該的 但是 你們的意思說 你們就從 所謂的10個指標 出來的 三個地點的結果 要準備做各種評估了嗎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 那 評估然後呢 評估要不要花錢 要吧 系不計劃嘛 對不對 因為他的新市政中心 大概也不必然 全部都是為了公務人員去設置 他是一個造證計劃 我還是要問 所以包括剛才很多議員關心的財務 還有他地點合適性 他 來 讓他 補充 給主委聲音 聽不清 對不起主委麻煩您再說一下好嗎 細部計劃裡面 大概也會包括他的財務評估 然後會包括他的一些 他要引進的這個造證計劃的內容 是不是符合這三個地點 他會去做一些計劃的分析 不要耽誤我們下一位同仁的時間 第一個 你們覺得這個是要做的事是嗎 第二個 要花多少 如果你們覺得是要做的 要花多少錢做所謂 因為細部計劃 送議會譬如說我記得好像大家都 至少幾百萬啦 幾百萬還算是少的 然後最後一個 在市長的任內 這個有可能 定案嗎 有必要嗎 然後要花多少錢 然後在 賴清德市長的任內 這樣子你們三個 都做 評估 還是 只做其中一個評估 然後你們就要把他定案嗎 我們三個地點都會做評估 那這個部分是由都發局在主政 但是 我剛剛講 他的經費的部分 可能要問都發局 是 有必要嗎 就是說你那個 大前提是說 現在台南的整個狀況不是又 這要做 國穆哈舊議員 國穆哈舊議員 好那個民委會主委我們延續一下剛剛的一個 話題 我們剛剛講到的是什麼 我剛剛講到哪裡 主情主流化的進度 好 跟預作報告就在我們 市長在大會上次會回應說 要請 楊副主委來 我們市府每一個 我們急促同仁有主情主流化的意識 在二月十號的時候 十五號的時候 這個也召開 預作也 也列席 當場市長也交付 有民委會來 統籌 籌劃來促成 籌設我們台南市 族情主流化的推動會 那就目前的進度 我們在四月十號有辦過一場 針對我們這政策的推動 第一個就是要有政策的指導方針 就是政策干領 這政策干領我們 也在先前 那個 那個主委 時間有限 你只要簡短告訴我 你正對族群主流化 那市長已經明確的指示說要 成立 族群主流化 推動委員會 好 那委員會的成員 有哪些 是不是相關的一個辦法要出來 是不是 沒有 還有就是 那你這個 整個 這個族群主流化要推動的話 你的旗程 你的規劃到這上是什麼 大概在未來這 我看是不到一年 只在 就在這個年底之前 年底之前你的規劃是什麼 你簡短跟我說明就好了 剛剛所提到的 訂定相關的政策以及辦法 設置要點都在進行中 我們預計年底要能夠召開 第一次的推動會 第一次的推動會 對 成立然後召開一次的會議 這是我們 在年底的進度 那目前前置要做的 第一個政策干領 我們已經開始擬定 第二個就是 設置要點 也要開始在訂定 那這個也會 在我們 在 整個定案以後 就公佈以後 我們就希望能夠 在今年目標是 年底要能夠 成立這個推動會 而且正式開 第一次的會議 好 OK 那這樣很明確 好接下來 我再問 問一下 就是 之前也是有質詢的 我們的 在永康的未來要成立的 原住民文化會館 它的整個期程 我上次質詢的時候 我在去年的 10月質詢 那到現在 沒有給我一個明確的 書面報告 告訴我說 你這個今年大概會做到 什麼樣的一個 程度 那未來在 可能是 明年跟後年 大概會是 什麼樣的一個期程 我想這個部分 你應該有充分的時間 去了解 整個 永康炮啸 遷移的 進度 然後這個牽涉到 未來我們這個 現在的永康區公所 未來遷移之後 它將會變成我們的 原住民文化會館 那將來的整個 佈置 將來的整個 規劃 是不是請 那個 主委 你把這個整個規劃 詳細的說明一下 就目前的進度有關 未來的我們永康區公所要 成為我們 原住民的 生活會館 那今年的特別進度 依照上次的會期 要求我們 先做 定位評估 那我們今年初已經開了我們台南市 原住民各社團 教會意見領袖 開過一場的 所謂的 這個定位的論壇 也跟我們的族人報告 這個七塊 大概空間目前有 這三層樓的空間的應用 也跟大家 收集意見 那當時也 也取得族人 以及我們也有請專家協責來 給我們提供意見 一個很重要是希望我們也到 別的縣市 也來觀摩 所以我們今年在 下一波 在4月5月 我們陸續會有兩波 要做其他縣市 這樣的一個觀摩 特別是針對 像我們鄰近的 都會型的 生活會館 來做觀摩 那我們希望今年 能夠取得 來爭取 經費 能夠取得 所謂的整體的 規劃的 規劃費 那這樣如果 你說今年嗎 如果今年能夠取得 規劃費 我們就開始做 規劃 那前面我們做定位的策略分析的時候 我們已經在進行 那希望這樣的規劃費起的 明年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 所謂的整體的規劃設計 然後設計定案 以後我們就可以針對所需要的預算 再逐步爭取預算 所以你是說在今年 今年度 就可以說 就是請 設計師 設計師是不是 今年我們 來規劃說未來我們這會館內部要怎麼去 整個空間 空間配置 整個 整個設計 都能夠有一個 報告出來 我們在爭取預算做這個部分 對希望今年能夠 先爭取規劃 規劃費的預算 好 那OK 那另外 我在想說 你剛剛有講到 我們 針對這個 有一些議題我們會開相關跟 跟我們台南市各個社團 或者是 鄉親族人 我們的族人可以有一個 座談 但是呢我發現這幾年以來 我們原住民 原住民族人 參與我們一些公共議題的討論的人數 非常的少 我想 主委你也知道這個 現在面臨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你有沒有思考 你有沒有思考去研究 未來我們針對原住民 我們原住民的相關的政策 不管是在討論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相關的 政策的宣導 你應該要怎麼樣 讓這樣的一個資訊 可以讓更多在台南市生活的原住民族人 能夠很快的 或者是能夠有全面的一個方式去接受到相關的訊息 其實這個部分我講過很多次了 但是我覺得 截至目前為止 我有看到民委會 有在改善 但是效果其實 很有限 好我看到了你們做什麼 你們在這個報告裡面有講到說你們發行了 每個月的10號定期發行民族風情電子報 那這個電子報是透過什麼 透過臉書 還有手機 的那個LINE是不是 我們 除了會 紙本的計發 也會 沒有紙本計發 我們 這個都有紙本計發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怎麼沒有寄給我 我也是那個市民 我們這邊整個手冊的 我們這樣清楚 年報一定是每一個都會寄到 電子報我們是用電子傳送的方式 你說年報就是一年一次 對對對 一年一次 好我在這邊我跟你討論一下 就是有沒有可能發行月刊的 月刊的這種方式 那因為年報的話 你這個像是在跟族人在宣告 好像是一年 一年的時期也太長 那因為你用電子 你用電子 電子設備的方式 那這個牽涉到說你現在目前 你所擁有的相關的 族人的電話或是相關的一些資訊 足不足夠 我想我們台南現在有八千 快要將近八千個族人 八千個族人這個是設計的 沒有設計的其實又更多 我想我們的服務不應該是那麼現實 在這邊生活工作 戶籍沒有設計在這邊不干我的事 我想不應該是這樣的心態 所以其實來看的話 其實應該有超過萬了 超過萬一萬的人口 居住在我們台南 原住民族人 所以怎麼樣擴大這個相關的 資訊的流通 還有那個主動性的服務 我想這個 App的裝置啊 就是那個 Line的訊息 或者是你把相關訊息 放在你的那個 放在民族書人會的網站上 這些都是比較屬於被動式的 為什麼 他必須要手機 必須要電腦 還有時間上網去看 那我想說 我們現在在 我們現在在台南的原住民族人 會主動參與我們的活動 或者是說主動去關心我們現在市政有哪些事情在推動 這個是少數 大部分的原住民族人很多 分散在我們台南37區 將近有一半以上 他們是不太出來活動的 這些人有非常多的因素 沒有辦法說積極的參與我們的活動 這個你也知道 我們每次辦很多的活動 看見的都是熟面孔 就是新的面孔的比較少 所以這個凸顯出什麼 就是我們其實在台南 還有很多的原住民族人 他需要有這個相關的訊息 而且是我們能夠主動給予相關的訊息 那這些人其實有很多人是沒有出現在 我們的活動場合 或者是 就是說可能我們比較沒有接觸到的 這個非常的多 所以呢 我們要顧及到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討論一下 我們是不是可以發行月看的方式 然後 至少一個月的訊息 我們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之內 可以有效的傳遞給我們的 原住民族人 就像是這樣 這樣一張 這樣一張 的方式 這樣的話你記到每一個人的家戶 他一定會收信 他看到了 看到說我們的台南市政府的民委會 我們的賴市長 看到這一張其實看到是一個關心的 是有一種關心的感覺 然後從這一張裡面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很多我們可能是在 過去這一個月 或者是未來這一個月 有哪些相關的活動 或是政策 可以在這邊 能夠 請坐 來下一位 李退治理議員 謝謝主席 其實根據剛剛的一些 本會同仁的各項質詢 這個 跟新市政中心跟相關 聽事的利用 都有 也會牽動到一些很敏感的 項目 這個 這個趙主委剛剛有關於這個新市政中心的部分 剛剛是說 目前是 開放決策平台 然後有這樣的一個組合 符合這樣的指標 但是事實上就本席的觀察 如果沒有一個真正的新市政中心出來 在目前的這樣的一個仍然分居兩地的狀態下 其實 是沒有辦法真正完成縣市合併 縣市合併了 但是 還沒成功 整個縣市融合 合併的過程 其實一直到現在 都還是繼續固有在原來的結構之下 自己在黑白亂衝 所以如果沒有 其實 經過六七年的努力 我不曉得市政府到底 對於這方面有沒有一個評估的指標 所謂縣市合併 到底成功了沒有 整個 台南的心態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已經是一個 驕傲的 台南市的人 這個台南市的人 不管你住在新娘也好 住在東山 北河 住在北門也好 都可以很驕傲說 我是一個驕傲的台南人 我看這 應該好好值得評估一下 因為 你看 近所有的人 包括外地 來到東山 來到北門都說 欸 你們等一下要怎麼辦 我們等一下要來台南嗎 我們等一下要來台南嗎 有人就跟他說 我們這不是已經算台南了嗎 我說 沒有啦 我們這補問啦 我們這補問啦 我們這 聽起來的都不是台南 都不是台南 這個整個大台南的心態 如果有更好的辦法 本席絕對鼓勵市政府繼續加油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我整個打破 打掉重練 設一個新市政中心 其實沒有什麼 很煩惱的 本來這裡安平 如果沒有這個市政府 安平人 叫上是一個 叫上是一個 憑白的安平人 我是替我新娘的 比較煩惱而已 新娘的風向 新娘的 所在 新娘的未來 要怎麼走 整個大新營地區 還是需要再 再去摸索一陣 所以不管是 區域的整病 或者整個大台南的融合 要再加油 你請這個 好 謝謝 吳處長 我覺得你剛才的答詢 這個不盡負責 市長官邸在哪裡啊 其實市長官邸在 明治區的部分 本來在義和街就還有一個市長官邸 對 我們其實是兩個市長官邸 是的 一個現在在原台南市區的南門路 一個在新營區的義和街 是的 不是說什麼新的市長沒所謂的地方 是啊 現在的這個南門路的官邸 委外的合約是幾年 九年 依照契約的話 所以會到哪一年 預計會到一百 零 一百 九年喔 一百零 對 九年暗得 大概一百一十 前年委出去的 是不是前年委出去的 一百零四年委出去的 OK 那到一百一十三年嘛 是 所以 趙主委 我們一百一十三年會有新市政中心嗎 議員剛才關心的都非常正確 其實新市政中心的設立當然是為了城市發展的需要 他絕對不是說為了要刪除哪一個 不便利的地方 這個跟 可能蔡議員關心的議題 所以差距比較遠 所以我們大概新市政中心就一個新市政中心的造證計劃來說 他基本上從蓋 或者評估計劃 到一直蓋成 十年 是跑不過的 OK 請說 所以 下一任的市長 顯然不會有新市政中心可以去拒 不可能嘛 對不對 現在的這個南門路的官邸 繼續委到一百一十三年左右嘛 是 好啦 後來的市長看什麼標台啦 要住新娘的 我給他聽啦 下一任的市長看誰要去駐新營的官邸的 誰要進駐新營官邸的 我就給他提了 事實如此嘛 是 我們整個權力中心在現在還沒有融合之前 現在的市長看誰要去駐新營的官邸的 市長看誰 主人 獲得青睞的眼光就多嘛 後來市長的參選人 你們什麼人標台要來駐新營的 這個義和街官邸的 我看我就來支持啦 中午的會議到現在結束 下午兩點開會 謝謝